这新娘倒是挺漂亮 漂亮什么呀 还不是棋子 就是了 我听说到现在为止 新郎都没有出现呢 新郎该不会不来了吧 这可不好说 这顾家大少至今单身 听说不喜欢女人 快别说了 新娘正在台上呢 答应父亲联姻 只要能资助我给女妻看病 不管嫁给谁 看样子顾家真的不喜欢这儿媳妇 这顾老太太在哪呢 这场面这苏家也是够丢人的 快看 苏家婆婆怎么打电话呢 跑哪儿去了 今天是你结婚典礼 赶快给我回来 妈 真是服了你了 我人都不在你还能让我结上婚 在江州 就没有你妈妈做不到的事情 结婚证都给你领好了 现你三分钟 马上给我回来 听到没有 无不无聊啊 我人都不在你莫名其妙 给我安排了一场婚礼 哎不是 你是那么看不上你儿子的能力吗 我这找不到老婆还是怎么着啊 妈这都是为你好啊 你错过了这姑娘 好了 哎 哎 清清 真没想到今天会是这个样子 让你受委屈了 阿姨 没关系的 我不委屈 其实 这样挺好的 还叫阿姨 要叫妈 都怪我 使我把小陈这个孩子给惯坏了 要不然 今天也不会出这样的事情 你放心 小陈回来呀 他一定会喜欢你 阿姨 其实 我也还没准备好 结婚证都已经领了 你忘了 户口本都已经交到我这里了 你又永远是我们顾家的儿媳妇 苏总 哪来这么多鲜花 苏总 这是山河里总送的花 他想邀请您今晚一起吃个饭 这个呀 是云翘季总送的 这个是宇润严总送的 陈思 我不是说 不要什么花都送吗 苏总 为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 你这次要出席商业会议 有多少人都盼着欣见你呢 特别是宇润的严总 长得年轻 跟明星一样 说很期待和您见面的 你觉得我会感兴趣吗 还是聊聊工作的事吧 南山区的这个项目 星河集团这么快就答应了 是的苏总 星河集团也有合作的意向 合同我已经看过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我知道了 苏苏姐 星河的老总从国外回来了 我们私下都觉得 他比那个严总还要帅 你们私底下就琢磨这事啊 这还不是为你着急吗 你看看你 从创业公司到现在 把公司做得这么大 业界里都在传你 是传奇明星 你知道前台每天要见 多少霸道总裁吗 这事我还真不知道 哎呀苏苏姐 你就是太沉迷于工作了 什么商业会议 投资论坛 你是一概不去 外界都在猜测 你长什么样 我们这些做员工的 很急 你们急什么 当然是急我们的美女总裁啦 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 哎 这可不行啊 可是我已经结婚了呀 我们还不了解您嘛 您和您那位名义上的老公 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 行了 你去忙你的事吧 苏总 真不见见星河那个帅哥 我不去了 你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不过苏总 我之前请过假 我今天要去约会 刚刚说当心我自己 那这个签章 行 我自己去 嗖嗖冲啦 我inker漏了 我自己去 她的天啊 我最高兴 谢谢 以后不要用这种气凉了 有病吧这个人怎么那么自恋 明华集团的苏总是吧 我就是 真年轻了 顾总也是年轻有为啊 刚才那个是个误会啊 不好意思 我们还是先签约吧 不好意思啊 接个电话 行 喂 妈 清清啊 今天回来吧 我熬了汤 正好你尝尝 好的 我知道了 苏总 我先告辞了 我也想你了 正好我有小陈的消息 要跟你说 小陈 我今天啊 我今天啊 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奶奶 小陈回来了 是啊 小陈回来了 她这两年不在 这次她回来 我一定让她给你 给大家一个交代 对 说得对 说得对 她既然让我孙子媳妇 等了两年 她却在国外 逍遥自在了两年 奶奶 没关系的 这两年 你和阿姨对我这么好 我已经很知足了 清清啊 这两年 你把心思都花在事业上 这样哪能行啊 其实你看 奶奶年龄也大了 其实 其实 清清 奶奶年纪大了 就想 见见我的重孙子啊 奶奶 我去端菜 哎 人之常情嘛 其实啊 小陈这个孩子呀 他挺好的 要不 你们来个先婚后爱 这样 不也是蛮好 现在 不要说这些了 马上给小陈打电话 让他务必回来 好 给他打电话 完了 终究是要见到 传说中的故事了吗 老板 老板 电话 堵车 今天不回去了 堵车 不回了 不行 我今天啊 非亲自把他抓回来不可 快去 哎 你怎么来了 你都回江州了 怎么不回家呀 我跟奶奶在家里啊 等了你三天了 工作忙嘛 忙忙忙 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 你就不能回去看看我呀 妈 你跟奶奶那点小心思 我看不出来呀 我啥 你这脾气 你妈我还能害你不成 妈 实在不一样了 现在没有包办婚姻了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可就走吧 那 你好歹看一下照片 妈 你要是再逼我的话 我就真定机票了 哎呀 好了好了 行了 晚上我还有招生会了 我先走了 我跟你说啊 将来有一天错失了清清 别怪你妈 我没帮你 一会儿让周树送你 我不用送 我自己走 这位女士 你也是来参加招生会的 对 巧了 我也是来参加这场招生会的 我姓严 你好 你可能是没听清楚 我姓严 我叫严松明 严玉是我的父亲 与润投资的严玉 看样子我们严家 在江海还是有些名字 没错 我就是严玉的儿子 原来是我妹妹那位 花明远扬的男朋友啊 真是百闻不如意见啊 你既然知道我们严家的实力 那你应该清楚 我严松明 在招生会上一句话 就可以定义公司的生死 严总 什么意思 你好好想想 就知道 我没想到严润集团拉投资 还需要严少爷现身 这女人倒是有点 狗 哎 哎 哎 我没看错吧 这不是守了两年火寡的苏青导吗 哎 姐姐是在埋怨我 你结婚的时候 我和父亲没去参加婚礼吗 你压上一会儿 什么 哎 别走啊 别走啊 不是你有完没完 婚礼的 妹妹眼光真是独到 恭喜你 最起码 比你说得了 那可不一定啊 那可不一定啊 以后建策起意 记得想想你的未婚妻 苏青阳 你什么意思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你是谁呀 跑过来帮他 这里是星河旗下的酒店 你在这里撒野 知道这里是星河酒店 那你知道 站在这里的人 是谁吗 没见过 这位是羽润投资 盐狱的儿子 盐松明 说完了没有 姐姐 你倒是厉害 这还没进赵上会呢 就迫不及待的 勾搭上一个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 这是我的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是白天的合作伙伴 还是晚上的合作伙伴 一个没人要的破鞋 苏青月 苏家就是这样教你的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打你还分日子 我跟你拼了 住手 二位再胡闹的话 我就叫保安把二位封出去 你以为 你是谁呀 还哄我出去 这里是星河酒店 星河集团的老总 可是我未婚夫的合作伙伴 女人投资是吧 什么时候轮到 小言说了算了 你 拉偏架是吧 你长得是挺不错的 可也得擦亮眼睛 这个女人不检点 她来这儿的目的啊 无非就是寂寞难耐 勾引男人了 你看什么看 她在骚扰你最大的客户 男神去的地你还满吗 就在刚刚 她还在勾引我的未婚夫 往她的口袋里面塞房卡 说的没错 先生你形象挺好的 可不要被人给骗了 免得到时候啊 身大不裂 继续啊 姐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我又不痛不痒的 哦对了 顾总 你等会记得调一下监控 什么语润投资 骚扰客户之类的 你以为怕你啊 你想够了 二位 招商会马上开始了 请吧 哎别走啊 监控还没看呢 谢谢 客气什么呀 举手之劳 况且还没有出面 这些都是我的家事 让你见笑了 理解 婚姻可以选 爱情可以选 唯独家庭不能选 她生这样的妹妹 挺让人无语的 看得出来 苏总的原成家庭 挺不尽的 这么多年 终于有人理解我了 我只是很诧异 苏总只花了两年时间 就在江州声名雀起 像你这么有胆量 哎 行了顾总 第一次见面 各自留点底 你给我老实点 别坏了我的好事 听懂了吗 我知道 但是刚刚苏清尧 说的是真的吗 什么意思 真的是 你把房卡塞给她的 你是在质问吗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就是随便问问 随便问问 记住你自己的身份 你现在还不是我的未婚妻 想让我娶你 就让我看到 你的价值 听懂吗 我知道了 这个苏清尧 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 等会儿 看我怎么找她 苏小姐 这么快 就一个人了 不是颜松明啊 我说你到底要完没完 我经常听你妹妹提醒你 今日一见 果然让我经验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老公不是不要你了吗 不如跟我好了 我这人没什么优点 就是对女人啊 温柔 我这个人呢 喜欢自我保护 所以刚才 你说的话 我录音了 说什么 你 你居然录音 监控都没看 我录个音怎么了 苏清尧 你诚心给我作对 是不是啊 颜松明 又是 难怪苏清月 说你们两个有一腿 周秘书 你来得正好 这两个人 我观察很久了 扰乱招商会 赶紧把他们轰出去 你胡说什么 这位 可是我们星河集团的故事 郭总 这个女人已经结婚了 而且结婚的时候 新郎都没有去 这个货色 是配不上故作女王 周叔 把不相干的人 进给出去 来 二位请离开 否则 我还没说完呢 我们这就走 郭总 后 走 走 温宇 今晚回来吃饭吧 苏小姐 你真结婚了 这不影响合作吧 今天的招商会很成功 星河集团和明华集团的 合作项目 可以再增加两个 从现在开始 星河集团终止跟羽人投资 所有的合作来往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咱们可以移步到餐厅 慢慢聊 行啊 不好意思啊 顾总 今天我还有事 我得回伯伯家吃饭 那个男人这么对你 你还耐着性子 去他家 关于私事 我不想说太多 不过既然我已经结婚了 我就希望这段婚姻 能够好好维持下去 我还有事 剩下的工作 让陈思跟贵公司对接 我先走了 顾总 苏总有事先离开了 今天晚上的工作 由我来和您对接 你们苏总 人还挺好的 顾总 您结婚了吗 这跟我说 你们苏总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我们苏总啊 是个工作狂 最喜欢简单干净的处理方式 讨厌借着工作的名义 私下接触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公司放弃了不少项目了 这样 你可千万不要做 让苏总讨厌的事情 尤其是对感情不忠诚 顾总 是不是说多了 没事 你先走吧 好 母亲 今天晚上我回去吃饭 妈 小陈 你回来了 妈跟你说 清清啊 她今天临时有事 要不然啊 你们俩就见上面了 妈 我回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件事情的 我也想见她一面 什么 你想清楚了 毕竟我耽误了人家两年 这种事情得说清楚嘛 清清啊 她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妈 我结婚不出现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不想跟一个 还没有见过的人结婚 你知道的 行 那你现在当着我的面 就给她打电话 快点 现在就打 快点 好好说话 我关去了 怎么会关机呢 清清不会有事吧 也许正在忙吧 回头我发短信给她 好吗 我还有个事 先走了 好吧 那你先忙工作 真是太不像话了 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妹妹呢 是啊 爸 你都不知道 当时姐姐有多刻薄 你俩把我叫来就因为这事 你这是什么态度 要不是我 你能嫁到顾家区 你现在翅膀硬了 让你求顾家和语润合作 有这么难吗 顾家和语润合作 我管不了 你 我真是白眼了一这么多年 姐姐就是个白眼狼 吃着苏家 用着苏家 现在需要她帮忙的时候 什么都用不上 不像我 爸爸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乖 苏清月 全苏家就你最情 我妈养了你二十几年 一直以为你是朋友的小孩 谁能想到你是她的私生女 我妈因为这个事 气得一病不起 你说谁是白眼吗 苏清月 总之你尽快想办法 要不然的话 我断你妈的医药费 还医药费 你已经一年没有看过我妈了 我妈现在住哪个医院 你知道吗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们说这些 这是你等了两个月的离婚协议 我妈答应给你 签了 你说什么 你签了这张离婚协议 以后我跟我妈 就跟苏家没有任何关系 有你回来请我的时候 你好 我是你两年未见的老公 明天晚上五点 我们见面 有些事情应该谈一谈 拿去 苏总 顾总 你怎么在这 一个人逛街 嗯 办点事情 你呢 我 既然遇到了 帮我个忙 说 我在给人挑礼物 但是不知道买什么 帮我想想 给谁挑啊 给我老公 啊 那就 领带吧 这两块还可以 这款和这款 这个 可以 包起来 好的你是 请你稍等 行了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行 我再联系 慢走 谢谢 五点 明江餐厅 一号 暴房 苏小姐 今天你妈病房来来一位客人 现在病情恶化 昏迈需要抢救 请您尽快过来 好 我马上过来 好 你好 不好意思 今日有事来不了了 能另外找时间吗 这个女人在搞什么鬼 现在去哪儿老板 回公司 我在给人挑礼物 但是不知道买什么 你帮我挑挑 给谁挑啊 给我老公 通知全体员工 今天晚上加班 是 老板 谢谢你啊 七医生 要不是你抢救及时 我妈也不会这么快 脱离生命危险 苏小姐客气了 救治病人 是我们做医生的责任 患者需要休息 而且现在不能受过大的刺激 一定要让病人情绪稳定 好 我知道 苏小姐 有时间的话 小瑶 你来了吗 我妈醒了 我去看看 妈 你怎么样 好孩子 是妈拖累你了 妈 这些都是我愿意做的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养好身体 好 保重身体 妈 到底怎么了 你见谁了 是苏勇 他怎么会知道你在这 你联系他了 是他给我打的电话 电话里痛哭流涕 一直在求我 想要和顾家合作 所以你就让他来这 把你气晕了 清清 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你就帮他一次吧 妈 你永远都在为别人考虑 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 当年苏勇带回苏清月 这个私生女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你 就算妈 求你了 行吧 我联系一下 但是我只能让顾家 和宇人投资见一面 他们能不能合作 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行 只要你能帮忙说上话就行 清清 这两年在顾家 委屈你了 我不委屈 他们都对我挺好的 我也听苏勇说了 你结婚这两年 你老公的样子 你都没有见到 这件事 我会好好处理的 好 那你再睡会儿 我去联系一下 今天事发突然 明日晚上七点 明华酒店当面道歉 苏清阳 你到这里来 该不会是和我们一起来见顾先生的吧 我最近是不是水逆啊 怎么哪都是你 少壮不努力 长大怪水逆 你以为你也配跟我坐在一张桌子上 苏清月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让人厌恶 我们来这里 可是要见你两年都没有见过的顾家大少爷 我要是你啊 就不会舔着脸进去的 清月啊 她毕竟是你姐姐 这样吧 只要她跪下来求我 我可以把她带进去 叫松明哥你最好了 苏清阳 既然松明哥已经开口了 那你就求求她吧 带你进去见见那个顾家大少爷 我说你们两个都还没开始 就已经喝多说胡话了 苏清阳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以为我愿意来见你啊 你 什么人在我酒店大吵大闹 陈经理 我是语润投资的颜松明 这位是苏家的二小姐苏清月 我可是受邀来酒店见顾家大少爷的 这里有个不相干的人 麻烦你处理一下 苏小姐 您的保险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这就带您过去 诶 陈经理 明明是我们先来的 而且这女人什么身份都不是 凭什么进入这酒店这么高档的地方 这里一直都是江州最高端的酒店 来这的人非富即贵 什么时候连这种女人都可以见来 你听好了 苏小姐是我们酒店的贵客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欺负的 好啊 把她赶出去 什么 你们不能这么做 放开我 放开 把你们老板给我叫过来 老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做的挺好的 现在不能让苏清月知道我明华集团总裁的身份 以他和苏勇的贪得无厌 一定会狮子大开口 甚至男无母亲的命做威胁 以后苏家人和严家人 不得进入明华旗下的任何地方 是 顾先生来了吗 来了 在包间里等你呢 带我去见他 好 听说了吗 楼下也出了一场闹剧的 听说了 好像是苏家的什么小姐 想要见顾家大少爷 跟别人吵起来了 这顾家大少爷真是惨 这么婆娜的女人也敢要 我听说还带了一个投资公司的老总 该不会是光明正大的 给顾家少爷戴绿帽子 好欺负 老板 这顾家大少爷刚才还在这呢 没事 我在这等他一会儿 你先去忙你的吧 嗯 那我先去了 搞什么 喂 喂 素素 有时间吗 现在 对 喝一杯呗 今天不行 我在等一个很重要的人 好吧 既然这样 那我就祝苏总事情顺利啊 嗯 嗯 喂 顾总 你还在喝酒吗 嗯 那 你介不介意多一个人 一个酒 来了 坐 一个人喝闷酒啊 见到想见到的人了 我要是见到了 我能来这儿给你喝酒 喝一杯 祝我们有一个 美好的未来 顾总 你这祝福 我听着有点别扭 都说顾若晨 喜怒不形黑色 坐视雷厉风行 今天怎么喝这么多酒 顾总 你有心事啊 没事 喝酒 你到底是请我喝酒 还是来怪你自己的 我帮你喝了 你用了我的被子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没注意到 之前我放了他一次鸽子 今天反过来换他放我鸽子了 看来我们有相同的境遇啊 是吗 来了也不说一声 还是我手下告诉我你在这儿呢 今天怎么多了位美女啊 如果你没事的话 你可以出去忙你的 我有事 过来问你个事 说 我怎么听说 你老婆给你戴绿帽子了 真的假的 顾总 你都结婚了 你不是也结婚了吗 这位美女是明华集团苏总 哦 苏小姐 我听顾总一直提起你 女强人 做事干就利索 是你吧 你俩喝吧 我先回去了 别啊 这不刚认识吗 怎么也得喝一杯啊 我不习惯跟陌生人喝酒 啊 这女人脾气挺古怪的 但长得挺漂亮 你可别动外星子 好好好 我不动外星子 不过你怎么想的呀 外面可都传遍了 你老婆给你戴绿帽子 什么话都有 这太难听了 你是不是没有别的话 可以说的 可能 青青绝对不会做成这种事情 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妈 我约了她两次了 一次都没出现啊 现在外面传的都是风言风语 好 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 你联系她干什么 小陈 在有五天 就是奶奶的八十大寿 我们有什么事情 等奶奶过完生日再说好不好 妈 我就想让你看清楚 你找的好儿媳是什么样的 还有 奶奶八十大寿之后 我一定跟她离婚 好啊 小陈 奶奶生日当天 她一定会出现 到时候 你们两个好好把误会说开 如果你们还是合不来 妈妈这次一定不阻拦你 行 一言为定 这是我用了很大的关系 才弄到这两张去顾家寿宴的邀请函 天哪 宋明哥 这次顾家宴会的邀请函 可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有很多人就是有钱都拿不到呢 只要你跟了我 我会把最好的一切 我知道宋明哥最好了 上次因为你跟顾清尧在门口大闹 我连顾家大少爷的面都不见 这次 你要好好表现 宋明哥 上次的事情根本就不怪我 都怪苏清尧那个不要脸的东西 想借着这次机会进门 接触顾家大少爷 你记住 只有我们与论投资好 我才能好 我好 才能娶你过来 我知道宋明哥 这才乖嘛 至于苏清尧那个贱人 我们有的是办法 是 我就知道宋明哥不会让我受委屈的 这回顾奶的寿宴 我以顾家儿媳妇的身份过去 你呢 就代表明华集团去送礼 好 送了你就走啊 明白了苏总 这次顾奶奶特意邀请您 您和您那位名义上的老公 终于要见面了 我怎么感觉 你在现在乐祸呢 苏苏姐 答应我 不要留情面 对了 这是你让我收集的语论贺卡 你不捣乱就行 去送礼吧 嗯 我没看错吧 顾奶奶的寿宴 你跑来做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来参加顾奶奶寿宴的 可都是身份尊贵的客人 你过来 是让他们看顾家的笑话吗 我该邀请你才是笑话吧 对了 你那个男朋友沿走了 见人 算盘都打到这儿来了 我现在就哄你出去 也得得进去招风影蝶 败坏门楣 我看谁敢 你是哪来的小东西 竟敢对我们家儿媳妇指手话讲 苏青瑶 进不去这里 找个老太婆回来帮你撑腰吗 你说谁是老太婆 我说的就是你 怎么样 少在我面前以老卖老 我告诉你 没有顾家的邀请函 你请多少个老太婆来都没有用 这反了天了 把他给我轰出去 放开 我可是有顾家的邀请函 你们这么做 就是对顾家的不敬 等一下 苏青瑶 害怕了吧 等我进去 一定当着顾奶奶的面 好好告你一状 你好好看清楚 这位是我的婆婆 顾若晨的妈妈 还有啊 这个呢 是你那个男朋友严总写给我的塔片 既然没有遇到她 那就给你的 什么 把这个女人的情言给我收了 马上轰出去 她怎么可能对你这么好 这不可能 谢谢了 在苏家受委屈了 你们这群不长眼的东西 离开 请您离开 你是 何时期茂的何秀 你是 真的是你 我苏青月呀 苏氏的苏青月 我们两个还是大学同学呢 原来是你呀 我现在没空跟你许旧 让我四季给你张我的名片吧 哎 我不需要名片 你帮我个忙 把我带到宴会里面 带到宴会里 你没请铁来这做什么 别提了 我那个姐姐 抢了我的请铁 跑进宴会里面去了 哦 那个一直听你说 我还没见过的丑姐姐 她今天也来 顾家宴会了 就是她 你不爱看热闹了吗 把我带进去 我带你看一出好戏 行 不过 你得把你男朋友 介绍给我认识 怎么 不愿意 可以 进去吧 满意吗 今天妈 现在给小陈打个电话 妈 进休息室再打吧 不行 就现在打 好好好 小陈 她已经到宴会厅了 今天穿的红色的裙子 嗯 好 奶奶 你看 我不知的怎么样 这件 不错 奶奶 还满意吗 清清 我带奶奶先去休息 待会儿宾客们过来 你帮我招呼一下啊 没问题 奶奶 慢点啊 刚进宴会 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想找男人 苏清月 你怎么进来的 连你这种人都能进来 我凭什么不能再进来 我看你最近一直吃亏 你为什么一直往上凑 到底要干嘛 我想干什么 真是好笑 我想让所有人都看清你的真面目 我的真面目 就你这个脑子 再给你十年你也看不清 你个贱人 你敢这么说 都是因为你 出了我 怎么又是你 我们赶快把她带走 不然老夫人知道会生气的 这点小事都办不成 你个蠢货 你没长脑子吧 这点事一般好 在外边给我待着吧 这不是女人投资的 严先生吗 何事其貌的 何小姐 我听苏家那位大小姐提起过你 严先生可真是一表人才啊 苏小姐也是格外的 美丽啊 不如我们 也不说话 好呀 苏总 苏总 你怎么在这 我说我抓奸去 你信不信 抓奸 开什么玩笑的 跟我走 我好像问了一些 不该问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 换作是谁都不好过了 苏总 苏总 感情这件事情 其实也得讲究缘分的 就当是我没有给她一个 完整婚礼的报应吧 苏总 我先走了 苏总也是挺惨的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就说刚刚门口有什么动静 原来是你这个女人 在门口偷听的 这是谁呀 还能是谁 是苏家大小姐 想要爬上顾家少爷的床 没爬上去的那个 严宋明 我劝你不要胡言乱语 尤其是今天这种场合 这种场合怎么样 你一个被扫地出门的贱人 都能进来 我与人投资的 当然可以 好啊 那就让顾奶奶和宾客们 好好看一看 与人投资的继承人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苏青瑶 你 严宋明 趁顾家还没有来人 赶紧走吧 苏青瑶 你有种 你也走 你以为你是谁呀 居然敢管到我的头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 只是我没有想到 你这样身份的人 也会做出这种事 趁顾热尘还没有回来 我给你最后的体面 走吧 你 很好 我记住你了 苏青瑶是吧 你给我等着 真没想到 顾总的夫人 居然也是这样的人 母亲大人 您给我找的这个媳妇 真的是让我太惊喜了 我就说吧 青瑶是个好女孩 你见到以后 一定会喜欢 喜欢 非常喜欢 喜欢的要死啊 能在我奶奶 八十岁大寿的宴会上 当众出轨 你胡说八道什么 青瑶绝对不会是那种女孩 我亲眼看到的 从一开始 拖拖拉拉的不见我 到现在 在奶奶宴会上 当众出轨 这些算我胡说吗 这 这不可能啊 所以啊 妈 我要跟她离婚 小陈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这一切 都是因为当时 你没有出现在婚礼上 当时你那么对青青 也许 她就走错了这一路 妈 现在是她对婚姻不忠 要不是看在这两年 她对你和奶奶 照顾的还不错 刚才我就让他们俩消失了 妈您这样 您先带奶奶去英国 休息一段时间 等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 我再接你们回来 哎 小陈 你给青青一次机会 也给自己一次机会 也什么都误会呢 我知道了 齐医生 行 我现在就过去 喂 阿姨 我妈妈身体出了一点状况 我现在在医院了 青青啊 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 那个 阿姨 奶奶的生日宴 奶奶那边 你不用担心 你先去忙你的事 行 谢谢阿姨 青青啊 很多事情要跟随自己的心走 不能一错再错 好 我知道了 母亲这是怎么了 突然说这么奇怪的话 齐医生 苏小姐 你终于来了 我妈怎么样了 请坐 刚才有位自称你妹妹的人 冲进了医院 妹妹 她见到我妈了 没有 那就好 四老姐 你有时间吗 我想跟你聊聊你母亲的病情 好 大致情况你也了解 你母亲需要赶紧去找到国内顶尖内科医生去治疗 其实已经在联系了 可是这个何医生始终都联系不到 我倒是知道这个何医生的一些事情了 你说 这个何医生是何氏气贸的大公子 何氏气贸跟星河集团有些往来 星河集团 也就是说星河集团的总裁可以联系到这位何医生 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情况还是明天打电话了 苏总 苏小姐 你不准备打电话了 明天再说吧 我先去看看我妈 谁去找了 没关系 我不进去 我在门口看看 苏小姐 我很欣赏你 也知道你为你母亲有段不幸的婚姻 石医生 你什么意思 我想和你约会 我已经结婚了 可是她并不爱你不是吗 你这些听谁说的 你不要管我谁告诉我的 疯子 你个小姐 要不是你想勾引我 能跟我进办公室 齐鸣 你不放手 别装了你 你在外面是不是也这样勾引男人的啊 秦鸣 你秦鸣在犯罪你知道吗 那我恶意 行 你再不放开我打电话报警 那是你的电话 你去报 今天晚上这里都是我安排的人 你是不是收了苏星月的钱 没错 苏家是很有钱 但跟钱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喜欢上你了 秦鸣 要钱我也有 我可以给你钱 我已经结婚了 我老公很厉害的 你根本忍不及 那你叫他出来啊 放开 起边 谁让你进来的 秦鸣是吧 你是谁 我调查过你 钱网贷五十多万 还挪用公款 是你吧 你到底是谁 不用管我是谁 我让你滚出江州 听到了吗 我走 苏星悠 你男人是真多 苏总 别追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要不是你拦着我的话 我就把他打废了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 电话一直通着呢 不好意思啊 要不是公司离这边近的话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以后遇到重要事情的话 像今天一样 立刻给我打电话 带着伯母转运吧 好 我来安排 先 接着伯母上楼吧 江州中心医院是吧 对 有个病人要转院 好 谢谢 伯母没事了 睡着了 那就行 从医生办公室拿出的手机 你可以二十四小时随时联系我 谢谢 小事 我可以帮你联系医生 谢谢你啊 商场上叱咤风云的苏青瑶 现在只会对我说谢谢 是我考虑不周了 你要是想歇我的话 你就陪我喝一杯啊 现在 医院现在安保这么好 齐明是进不来的 我是想说 你真的不和你夫人再谈一谈 那天现场你也都看见了 喝酒去 走 行了 十二杯了还喝 怎么喝酒还数杯子呢 出来喝酒放松一点嘛 不要天天蹦一根弦 警惕会让我清醒 只有清醒才不会被人欺负 苏小姐 以后星河集团所有的项目 都给明华合作 什么 这样你就不会受人欺负了 我顾二神想要保护的人 整个江州没人敢断 不是顾大少爷 你竟然又怎么了这是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打扰了 不过每次见到苏小姐你看啊 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交给你了 我先走了 这就走了啊 不喝一杯了 不是我这酒好着呢 我也不知道他在这儿啊 我都给你调查清楚了啊 是这个齐鸣 收了苏青月的钱 故意要毁了苏青瑶的 而且 在他的办公室里 还发现了摄像头 那就先把他 关进监狱 然后让周树 送苏小姐回去 不是吧 上头了 欠你的铁书要开花了 喝你的酒 费什么话 苏总 您没事吧 我没事啊 苏总 您都已经坐在办公室 一上午了 会全部给退了 一个合同都没有签署 我现在就开始 苏总 还有件事情 你能不能一次性 把话说完啊 星河集团今天上午 发来了十几个文件的合作 嗯 我知道 苏总 这里面几乎囊括了 星河对外所有的合作 都交给我们明华了 我知道 苏姐 你今天真的很不对 要是像平日里 披命三娘的你 哪会是这般魂不守舍 你很不对劲 就你懂 把星河集团的合同 都拿过来 我亲自过目 这些合同 我一早都已经 放到您的桌上了 这些全都是 你故意的是吧 行 把今天下午 所有的会都推了 苏总 都推了吗 嗯 苏总 今天下午 星河集团的顾总 要来我们公司开会哦 也推了 顾若晨要来 是啊 苏总 那就按照您的要求 都推了 把其他会议推了 顾总的会留着 苏姐 你很不对劲 是不是 不容易 一定要 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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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 很忙啊 没办法 谁让某人 把对外的所有合同 全部交给名画集团了 要对接的东西很多 你这是怪我不怜香惜玉了 那我把合同收回啊 不行 什么都不能阻止我赚钱 对了 上次你让我帮忙是什么 我想让你帮我提提意见 我在离婚协议上面 签了一些合约 第一个是让他精神出户 第二个是他赔偿我 两千万的精神损失费 你感兴吗 你想好了 肯定的呀 他既然敢背叛 我就要承担错误 合同应该没问题 不过钱他可能不会赔 没关系 他就等着收离婚律师函吧 你呢 我怎么了 你跟你老公离婚的事情 这是我的私事 知道是你的私事 不过在你需要你老公的时候 他没有出现 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也没有出现 那你要这个老公干什么 他保护不了你 我可以 苏总 合同已经整理好了 要不要现在全部拿过来 对不起 合同给我看看吧 顾总之前合作的公司 以后我们明华会继续合作 行 没有问题 明天我会在明华酒店 召开发布会 我们一起跟合作伙伴 结实情况 那我等你的回复 他保护不了你 我可以 不行 你不认为我离婚啊 应该说我要跟他离婚吧 喂 喂 电话居然关机了 算了 希望我这两年的努力 能补偿为家阿姨 不对劲啊 为什么我觉得该离婚 那他这是同意了 顾先生 您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来记他 尽快把这件事情 给我办好的 是 这领带会不会有点太素了 爸爸 怎么办呀 现在苏明哥不想娶我了 看颜家怎么会 突然做这事情啊 还能是因为什么 都怪苏清尧 当着顾家的面 讲我坏话 耽误了苏明哥的事情 要不然能这样吗 行了行了 别哭了 别哭了 好了 别担心啊 我现在就去医院找他妈咪 没用的 其医生说了 有个人 把苏清尧的妈给接走了 现在谁都找不到他 苏清尧 这个吃里啪味的东西 爸爸 明天明华酒店 有一个发布会 听说顾大公子也会去 我们要不要也去看一看 顺便啊 给他道个歉 去呀 这么好的机会 还不去看到 大白漂亮点 好 那我明天 一定好好打扮一番 当着顾家大公子的面 好好告诉告诉他 我姐姐最近都做了什么好事 这就是明华集团旗下的酒店 才短短两年时间 就能做到和西河集团一争高下了 咱们苏清尧的工资 啥时候发展这么好就好了 别着急嘛 爸爸 等我嫁给了苏明哥 宇润投资和我们苏家联合 就一定可以的 好女儿 我等着这天 走我们进去吧 爸爸 走 不好意思啊 您二位不能进去 凭什么 哎 你知道我们两个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 知道 他乱我们 正是因为知道 所以您二位更不能进去 今天我可是有重要的事情 要找顾家大少爷谈 若是耽误了 你负得起责任吗 不好意思 阻拦二位进明华酒店 也是我的工作执作所在 阻拦我们 凭什么 苏清尧你个贱人 是不是都是因为你 才不让我们进去的 苏清尧 给我站住 苏清尧你给我过来 要不然的话 我就把你的事情都告诉顾家大少爷 让他对你离婚 你们不要大喊大叫 再喊我要叫保安了 他给你多少钱呢 啊 让你这么卖命 这样来着我们 我告诉你 他马上就要跟顾家大少爷离婚了 他说的话 什么都不是 走 哎 进去 干什么 走 哎 进去 干什么 你们两个进不去 进不去 凭什么 就凭你一句话吗 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这个态度对我 我就把你所有的事情都告诉顾家大少爷 就凭我是这儿的老板 嘿 你是这儿的老板 这么大的牛皮你也吹得出来 你是怎么有勇气说出来的 啊 苏清尧 你还有闲心管我的事 颜松明最近为什么没有找你 你不知道吗 你什么意思 苏清尧你给我站住 你什么意思 让我进去 让我们进去 让我们进去 哎 手机呢 糟了 肯定是辣家里的 看来离婚的事又要耽搁一天 你来了 看你半天了 找什么呢 看你半天了 找什么呢 没什么 你今天打扮得挺漂亮 你别调侃我了 也没有了 要不要进去啊 你们俩 在这儿说笑笑话呢 安盛 你怎么在这儿 你该不会以为 我就是一个酒吧的老板吧 你是 做医疗的 安是 安家的少爷 哎 没错 正是在下 这回要不要喝一杯 哎 我替他喝 一杯酒而已 这么紧张干嘛呀 苏小姐我跟你说啊 这人把所有的关系都介绍给你了 包括我们安氏集团 你一会儿真得喝一杯啊 弟妹 你叫谁弟妹 都这关系了 还不是弟妹啊 行了 他口无这难道 走走走走 我先回去了啊 弟妹啊 一会儿进来喝一杯啊 他就这样 就这酒量还喝呢 哎 跟你说正事啊 我帮你联系了医生 明天他们专家会诊 八点钟来就行了 行 我一定准时到 你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你很在意啊 我没有 我呢 向律师提供了我的诉求 他也去联系了他 只不过他没有回消息 你不会真的要让他 赔两千万吧 当然要赔啊 只不过现在联系不上他 你看 这就是我妈 给我找的好媳妇 说不定 他是真的有事吗 算了不说这个 走 走 松明哥 松明哥 严松明 严松明 吵死了 你家附近几个女生多呀 你怎么会在松明哥家里 你怎么来了 你居然敢抢我男人和秀 你这个蠢女人的男人 我还需要抢 是他主动就笑到我 把门打开 我要找松明哥问清楚 没有我的允许 别想进我的房子 你的房子 这是松明哥的别墅 以前是 但是从昨天开始 就属于我和秀的了 这是什么 你连这事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愚蠢的乌鸥可救了 这是你心心念念的松明哥 向我求婚的鸽子 这不可能 松明哥 松明哥你一定是在生我的气 对不对 松明哥 凡可 严松明 你给我滚出来 自己把事给我处理好 哎呀 来了来了来了 是 我的好老婆 松明哥 这都是假的对不对 苏星月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 我玩够了 你说什么 像你这么蠢的女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就是走一个字 背 你赶紧给我离开 这以后都不准再来了 这不可能 松明哥在骗我 对不对 走老婆 我们回去 别让这些无关紧要的人 打扰到我 哈 再说谎 对不对 松明哥 保安 把这女人给我哄走 松明哥 你放开我 松明哥 放开 苏青阳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落得这下场 我一定要让你 尝尝痛苦的滋味 我送你啊 不用 我让陈思准备了车 哎 我周术的车就在旁边呢 真不用了 怕我 怎么会 顾总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去看看 苏青阳 你不是人 你居然让松明哥 离开我 跟那个贱人在一起 苏青月 你疯了是吧 放开我 放开你 你等着进局子吧 我现在这样 都是因为你 你看看 你都做了些什么 把他送到派出所 酒店监控也带过去 是老板 老板 这不可能 苏青阳就是个 没人要的臭东西 顾总 你怎么样 挺好的 雷厉风行 沙发果断 干得漂亮 没事 我带你去医院 不用 走 快点 你不等陈思了 你还说这个 走 去江州 江州中心医院 好的 苏总 今天的事 真的对不起啊 要不是因为苏青月 你也不会受伤 说了要保护你的 况且 这是我自愿的 我会处理好 我的婚姻关系 你不要有 太大的心理负担 关键是 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已经结婚了 你别乱动了 哲书 开快点 幸亏你们来得早呀 要不然这伤口就得 我给你们开些药 一会儿去一楼交下钱 我去开药 顾总 这伤口再晚来点 就要愈合了 行了 多亏你机灵 你想上多久 就说我不能劳累 不能碰水 大概半个月吧 行 我来说 那我回病房了 好 没什么大碍 吃点药就好了 医生 他忍呢 他去病房了 这么严重 苏小姐 顾总的伤势需要禁药 不能乱动 周七起码得伴侣 不能劳累呀 相互知道了 谢谢医生 没事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他去哪个病房了 他在我好病房 我先走了 好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得回趟公司啊 公司那么多事 等我处理呢 你手上的伤需要静药 你怎么能回公司呢 周叔一个人处理不过来 我还是得回去 那 你要是就在这儿办公呢 你要是信任我的话 我可以帮你 真的 嗯 你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谁也不会受伤 不过你们公司的重要文件 我是不会看的 周叔 啊 你把那个公司的文件 拿到病房来 我在医院办公 对 现在 老板 这是你今晚和明天 要签署的文件资料 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记得我吩咐你的事情 好 那我先走了老板 老板 啥时候对其他人 这么信任 苏小姐在老板心中 太特别了 你们星河 都这么卷的吗 这么多文件 平时我都睡公司啊 那这回 刚好休息一下 这些文件交给我吧 行 不过听太晚了 要不你先休息一会 没事 我都习惯了 愿 taką Szout 有傍 我都习惯了 都不与了 第二 Jews 逢誓 Quite 你家里借 恋 我cę 突然 偶 你 没 屌 잠 苏静瑶 你绝对不能喜欢她 绝对不能 这个合同有点问题 你要不要看一下 考虑一下暂停合同 我听你的 你来安排 这个是星河集团的秘密文件 而且牵涉到明华集团 我觉得还是慎重一点 不然传出去 什么风言风语 就不好办了 从你帮我 看这个文件那一刻开始 你就是我们星河集团的人了 你背后的人是我 没有人敢说三道四 这些事情啊 都按照你的想法 去办就行了 好 郭总 协议术您好了 知道了 找时间我带过去就行了 还有协议术 这样去 怪不得别家公司竞争不过 苏总啊 下午我还要去处理一些事 你手都伤成这样了 你还能出去 没问题 快到时间了 要不你先去见佛医生 你一个人行吗 没问题 一会儿之后就过来了 你先忙你的吧 行 那我先走了 嗯 你怎么会在这 秦瑶 你去忙你的事情 好 顾哥哥 你怎么来了 你可是我哥哥最好的朋友 我能不来看你吗 听说你要结婚了 顾哥哥的消息 倒是挺明通的嘛 不过 我也是听说了 你要离婚了 只要顾哥哥愿意 我可以立刻甩了未婚风 跟你在一起 要不是你哥哥是我的好朋友 看都不想看你一眼 顾哥哥 你怎么对我态度 一直都这么冷淡了 没什么事的话 就先走吧 那个女人怎么会在这 难不成是她想勾引你 出去 我就随口一说 你激动什么 难不成是我猜对了 她待在这里一晚上 顾哥哥 我可是听说了 她是有老公的人 老板 把这个女人请出去 何小姐请你离开 走就走 那个女人水性洋化的 有什么好的 怎么 怎么 你是舍不得我离开了 我要是再从你嘴里 听到你说那个女人的不好 那你们何时集团 就没有什么存在都必要了 你 老板什么时候 因为一个女人 得作公司伙伴 苏小姐 真是老板行动 特别的存在啊 那个女人联系到了吗 还没有老板 我给她发短信也不回 再不回的话 只能让我妈学联系她 老板 你真的要为了苏总离婚吗 和苏青瑶没有关系 不管是不是苏青瑶 我都要跟她离婚 是 老板 出去吧 这两天没事 就别过来找我了 是 老板 苏小姐 我们已经下周一 给你母亲做手术 真是太谢谢你了 医生 没什么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更何况 我跟郭总还是好朋友呢 行 那我先走了 好 怎么又是你 我也没想到 一天竟然能遇见 顾太太两次 既然你知道 我是顾太太 那你就应该清楚 什么事情能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别去做那些 上不了台面的事情 你还是想想 自己以后该怎么过吧 你 这个女人 真是越看越讨厌 妹妹 你怎么能骗她 说你是顾夫人呢 这可不是我说的 是她自己联想的 跟我可没关系 妹妹 哎呀 你不要说这个了 哥哥 我听说最近开了一家 非常不错的餐厅 那你下班带我去吃好不好 什么餐厅啊 冰箱餐厅 好不好嘛 求求你了 好好好 这回我工作呢 啊 去吧 你怎么了 没事吧 哦 我没什么事 看起来很累啊 比我更像个病人 要不上楼躺一会儿 哎不用了 我确实有点不舒服 我先回去 晚上再来看你 我先走了 难道我真的喜欢上她了 为什么我见到顾夫人的时候 心里像堵着东西一样难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啊 顾总 这是你订好的离婚协议 您过目 好的 只要他在这离婚协议上签字 这事就算成了 这件事情就要跟你来处理 过程不重要 我只要结果 好的顾总 顾总这么开心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很快就可以离婚了 原来早上顾夫人过来 是签离婚协议的 你休息好了吗 要不再休息两天 不用了 你公司这么多合同 这么多烂账 我要是不处理的话 等出院的时候 都累到我人这么高了 行 我跟你一起看 这样 签字类的我来处理 其他的我们商量着来 行 对了 之前我看这份合同 有点问题 你先看看 这个公司材料每次都拖延 这次居然想以私充好 这件事需要有人去福城 跟他们老总亲自谈一谈 我让周树去吧 周树去 他去的话 清河集团那边的事情怎么办 那你帮我跑一趟 也行 那个公司和明华的子公司 有一些项目上的合作 我出面的话会事半功倍 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 那我现在订票 苏小姐 今天是你跟我老板离婚的日子 还是你约的时间 你在哪 我现在在外地 有什么事等我回去再说吧 喂 喂 她说她在外地 把我电话给挂了 这女人在耍我吗 你先回去吧 尽快联系她 好 我不是说了 有什么事情等我回去再说 你没事吧 糟糕 我说通话了 没事 我刚刚接到我老公律师的电话了 心情有些烦躁 律师的电话 那就是要跟你离婚 对 行 我知道了 喂 郭若晨在做什么 怎么突然把电话给挂了 算 不想这件事情 还是把手头上的工作 做好再说吧 苏总 以前几次邀请你过来 都没见到你人 今天 终于见到活的了 刘总 你公司的事情 要尽快处理 如果你再继续这样做的话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这些不都是小事情吗 苏总 就是刘某人心中的佛 我今日也能借花献佛了 原来你把钱都花在这种地方 行 我单方面宣布 明华集团和星河集团 跟你的公司解约 你说什么 你个贱人 居然在我的地盘上 说成这种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刘成 你想干什么 我要让你知道 原来我的后果 滚 滚 滚 开 哎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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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别打了 都是我的错 滚出腹肠 不要让我看到你 滚 好 我滚 我滚 没事吧 顾总 你怎么来了 看你一个人在这我不放心 快来看看 你的手没事吧 没事 你受伤了吗 没什么 走 没事吧 要不我先送你回去 好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算了吧 你的脚都伤成这样了 这两天就在府城好好休息吧 好好休息 这几天就住在府城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妈周一做手术 我必须得回去 那就这样 我订周末的票 然后帮你送过去 好 等我一下 喂 苏小姐一直都不接我电话 不接电话你再打呀 是 顾总怎么那么生气 难不成顾夫人不想离婚了 你先休息一下 9月16号在民政局见 9月16号正好是下周五 到时候妈妈的手术也结束了 怎么回事 我刚给我老公发信息 顾若诚这边收到信息 你这个是 私人电话 还有私人手机 这个电话呢 只有我的老公 婆婆 还有奶奶知道 喂 妈 清瑶啊 嗯 最近忙啥呢 妈 我在工作呢 昨天晚上回去 清清 你每天这么累 这事让妈心疼 没事妈 工作赚钱都能说我快乐 胡说什么呢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 就是跟你老公 好好在一起 妈 现在还不方便告诉妈妈 我这个老公要跟我离婚的消息 清清 妈知道 你们两个人结婚到现在 都没有见过面 顾家妈妈也说了 你们两个人 现在有一些矛盾 没有的事 我们挺好的 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那如果真的是挺好的话 那你周庆晚上 就把他带过来 见见妈 我连我的老公人都见不到 怎么带去看妈妈呀 清瑶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听了 听了 你这丫头的脾气啊 妈最清楚 就是太要强了 也只有顾家那个少爷 才能管得住你 我还是得给妈妈打个预防针 手术结束后 我跟那个顾家大少爷 应该也就离婚了 爱妈 如果 那个顾家大少爷 他不想管我了呢 你说的对话 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 行吧 你放心 等我这段时间 工作完了之后 我就 把顾家那个人 带回去 什么顾家那个人 叫得这么难听 他有名字 叫顾若晨 你说他叫什么 你这丫头是不是傻了 连你自己老公叫什么 都不记得了 叫顾若晨 这个顾若晨 他是做什么的 做什么的 你这丫头 连自己老公做什么的 都不记得了 记性还没我的好呢 他是学珠宝设计的 是设计师 设计师 什么说是两个人同名 晴晴 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你什么时候 把顾若晨 带过来见见妈呀 我 这段时间工作完了之后 就去跟他商量一下 行行行 那你先忙着啊 苏总 苏总 我求你原谅我苏总 刘总 你出去 苏小姐 苏小姐 我求你原谅我 是我猪油猛了心 是我对不起你 我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我求你放过我 苏小姐 刘成 你先站起来说 苏小姐 我求你 让公主放过我吧 现在我们公司 所有订单 都说质量有问题 要求公司赔偿 就算把公司卖了 我也赔不起呀 苏小姐 苏小姐 我求求你 苏小姐 你一定要帮帮我 苏小姐 你一定要帮我呀 你也帮我呀 苏小姐 顾总 我求你 你没事吧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医院不要开了 顾总您放心 我们医院的医生啊 都是非常具有专业的人员 苏小姐呢 是因为身体虚弱 昏迷不醒 哎 脚踝的伤也没问题 晕这么久 还没醒啊 是因为苏小姐 近几日过度劳累 进入了深度睡眠 睡着了 劳累 南部城市来府城之后 帮我处理事情 顾若晨 你怎么样 我没什么事 刘晨的事情 他的公司继续下去 一定会是这个结果 这件事情 跟我们两个人没关系 但是这件事情 说到底 还是因为我而起 这件事 即便我们不做 结果也不会改变的 只是我没想到 他会这么冲动 后续的工作 我来处理 所以这两天 我会比较忙一点 顾若晨 这么不顾安危救我 事情要是传回江州 不知道会传成什么样子 得尽快回到江州 让这些流言蜚语 不攻自破 你 干嘛 支支吾吾的 我就想问 你老公不知道 你受伤的事情 我还没跟他说呢 为什么呀 你怕他知道 你跟我在一起 不是 我只是 不想让他担心我 不是 他又拿点好的呀 值得你这样吗 他 值得呀 他哪值得了呀 你这样 他都没有出现 受了伤 他也没有出现 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更没有出现 他哪值得 我跟你说 我要是你老公 我先接个电话 我连个面都没有见过 哪有什么知不知道 喂 承思 你帮我一个忙 老板 流程的事情 是苏永放出去的消息 苏永现在就在浮城 嫌我知道了 你帮我联系上这个人 我觉得清瑶这辈子 都不想看到他 老板 你是要帮苏总 扫清他的障碍 对 老板 您对苏总 真是特别上心呢 我对你的事情 不上心吗 是 是 我以拥有 这么好的老板为荣 苏小姐一定明白 老板的心意的 少游醉花车了 赶紧往你的事情去 好嘞 即便是苏青瑶 知道我的心思 又能怎样 看样子 他是不可能离婚 你把我放下来吧 我从医院都到这了 慢点 我给你买了几套 换起的衣服 我去拿 好 我是脚崴了 又不是手术伤了 我自己来 行 那个 我刚给我老公打电话了 他 说他一会儿过来接我 你想说什么 我是想 你能再仔细地考虑考虑 你和你太太的婚姻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我跟他之前跟你 没有任何关系 他只不过是一个 背叛了我的女人 不过因为你的话 可能还是 会跟他谈谈吧 我就是 不想让你后悔 我知道 你好 苏总 我们苏总 不是 我们家清瑶在吗 你是他老公是吧 是 每次他有危险的时候 你都不在场 晓阳我在里面 清瑶你没事吧 我还要赶回去 给我妈手术签字 走吧 谢了 顾总 苏总 你怎么不在家休息 到这里来了 还是在公司舒服 没那么多心烦的事 苏总 你可真是个女强人 对了 徐阳演技还不错吧 我觉得我演的挺专业的 是挺专业的 不过一顾热尘的脑子 肯定早就看出来 你在演戏了 都怪你 真笨 不是 我一见到顾总和苏总 我 我就紧张 没事 别想了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公司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有 而且是大事情 怎么了 您的父亲 把公司给卖了 现在人已经飞到国外了 公司卖了 卖给谁了 这 你直接说就行 卖给星河集团的顾总了 但是星河集团的周树 已经把苏家所有的资产 都送到我们公司了 那这么说 是星河集团的顾总 豪制千万 把苏氏买了下来 然后送给了顾总 是 给星河集团开张支票 苏总 我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周树他不肯要 还说只有苏总 您才能将支票 放到星河集团的桌子上 那就等顾热尘回来再说吧 医院最近怎么样 苏总您放心 苏阿姨最近状态非常好 何医生呢 也在精心照顾 帮我预认一下何医生 身边订一个餐厅 我请她吃饭 是苏总 你们俩去忙吧 何先生 谢谢你今天跟我吃饭 苏小姐客气了 我知道你母亲即将做手术 作为女儿一定会很紧张 这很正常 你理解我就好 哥哥 妹妹 哥 你怎么能跟这个女人 一起吃饭 何正大哥 你知道这个女人 她是谁吗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先别说我们 为什么在这 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告诉你 她是谁吧 这个女人 她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把自己的妹妹 亲自送到监牢 各位男人 那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严苏明 为什么过了这么久 你一点长进都没有 除了会泼人脏水 还会干嘛 谁不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 你有夫之妇 还按耐不住自己 水性洋花 你他妈敢拿我 苏星你疯了 你居然敢打她 信不信 我不要我哥哥治疗你们了 何秀 你在说什么 哥 你瞧瞧给苏明打的 是她先招惹我的 苏小姐你放心 你母亲手术 我一定会认真对待 哥 何先生 我相信你的为人 我跟这位颜先生 之前确实有过一些过节 还有这位小姐 你说话的时候 麻烦注意自己的身份 苏星有你 够了何秀 赶紧回家去 不 这里是滨江餐厅 我约了这个位置 要走 也是她走 何先生 我们进去用餐吧 苏小姐 不然我们换家餐厅吧 不需要 不需要 我哥哥居然带这个女人来这里 气死我了 我们也进去 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女人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吃饭 苏总 不好意思两位 你们作为在一楼 不是 凭什么他们能上二楼去 就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语润投资的严松明 把你们老板给我叫过来 搞这些三六九等的 是想在江州出名吗 不好意思 两位最贵的客人 我们二楼是不对外开放的 那他们凭什么可以进去 就是 你要是说不出个随意然来 我一定把你的店都砸了 两位消消气 刚才进去的 是我们家老板 你哥什么时候在这开家店 我也没听说我哥哥开了餐厅啊 不是那位先生 而是我们苏子 苏总 苏 苏熊瑶 是啊 你开什么玩笑啊 他是苏总 他不会就是一个被人抛弃的怨妇 你们搞错了吧 这个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 两位 如果再说对我们老板不敬的话 我可要请你们离开 你敢 给我等着 帮我联系一下 滨江餐厅的老板 这里头什么人 都往里借 等这家店真正的老板来了 伟丁买你击退了 什么东西 哼 不敢说话了吧 只要你给我道过歉 我一会儿在老板面前 可以给你每天几句 对 给我们道歉 实在抱歉 刚刚是我的工作失误 你知道就好 来吧 我接受你的道歉 这位先生 您不能进入我们餐厅 请您立刻离开 你说什么 凭什么 凭我们老板刚下的命令 严先生 不能进入我们明华集团的 任何产业内 你们老板算个什么东西 敢这么对我 他老板是我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 苏青瑶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是这里的老板 严宗明 你不是说 他是苏氏集团的人吗 结婚两年 连冷过面都没见着 这 怎么可能是明华集团的人呢 这绝对不可能 他就是个骗子的 来 请就先生出去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你们不能护我走 苏青瑶 你就是个骗子 苏青瑶 你就是个骗子 严宗明 抱歉苏总 刚刚是我失职 没关系 以后何小姐的预约 可以改任何时间 只是 不能和严宗明一起来 是 苏总 你去忙吧 何先生 您看这样可以吗 苏小姐 没想到您是明华集团老总 这一次是我妹妹太任性了 我没有办法改变 何小姐的任何决定 但是 我希望她能够真心婚姻 婚姻 走吧 这个苏青瑶 怎么可能是这里的老板 你没事吧 没事 这个苏青瑶 我知道了 这个女人肯定是勾演了这里的老板 要不就凭她的本事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权利 今天的吃肉 我一定加倍还给她 说得没错 不过这件事 我们要从长计议 走 我们先回去 我有个消息 我想 你肯定会进去 不是你想说什么 你赶紧说呀 关于你追的那位 苏小姐的事 苏青瑶啊 她怎么了 她今天晚上 跟何代医生约吃饭 然后 被言松明撞见了 被言松明给撞见了 你就一点都不紧张吗 你就不怕苏小姐 被别人欺负 有我在 谁能欺负她 除非这个人不想活了 我知道顾总雷霆手的 倒是这个苏总 把言松明给轰出了餐厅 像她的做派 我知道 郭总 你呢 肯定是雷霆版的帮夫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 严总啊 他是牙子必报的 你可得小心点 我就怕他对 苏青瑶不利 我知道 所以这个语人投资啊 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 这个事 你不用管了 行 那我就退下了啊 有件事 你帮我办一下 什么事 你说 明天 林林会从多的 哆嗦飞机到冰箱 你帮我歇一下 然后安顿她住下来 哎 我说顾总啊 这么个离婚的事 你何必要把这个 国外的大律师 给请过来呢 其他律师我信不过 你让他明天 去见一下那个女人 把离婚协议 给我签署好 我要在民政局 见到他的时候 保证不会出现任何 哎 我说顾若晨 你就不担心 他老公是谁吗 你不想知道吗 没必要 他还不配成为我的对手 你就傲娇吧 你这个人啊 就傲娇到死 好啊 行了 明天回去啊 挂了 稍等一下 明天我的律师会去见你 走吧 苏小姐 这是离婚协议 还请您在上面签字 合同协议我签了不少 这离婚协议还是头一次 苏小姐说笑了 苏小姐 您这是 协议我看过了 不过还有一点 我需要确认一下 什么叫我为过错方 需要赔偿南方两千万 这个事情还需要说得这么清楚吗 这钱我不会给的 不愧是给顾若晨戴了绿帽子的女人 说话这么把气 我跟南方商量一下 您播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触 他关机了 我最多还能再待十分钟 如果这协议不改 我是不会签字的 改 现在就改 苏小姐 您过目 苏小姐 真是爽快人 我还以为 你打算要一大笔钱 我不需要钱 的确的确 就算在国外 我也听说 苏小姐的名声 简直就是臭 名声在外 这律师怎么对我这么大敌 难道是我那位老公 在外面说了我什么 李律师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非常期待 苏小姐在民政局前 与顾总见面 祝苏小姐身体健康 祝我身体健康 你放心吧 我健康得很 倒是你老板 眼睛不好身体不行 找了两年都没找到回家的路 苏小姐 真是好口才 难怪会有那么多男人 为您听到 林律师 你才是跟你在那个老板一样 说话不经大脑 做事不及后果 苏小姐 后会有期 慢走啊 记得提醒她准时到 这个律师怎么跟 顾若晨一样 否认 怎么回事 给我发了几十条短信 事情是没有办好吗 签了 你说那两千万 那个女人没给 意料之中啊 不过签了就好了 这就是协议 顾总 您看一下 我不看 你亲眼看着她 把协议签完就行 顾总啊 你这个老婆呀 可真就不是一般人呐 长得漂亮不说 颜色犀利 要不是我知道她的底啊 可真就是 给她给糊弄过去了 没话说的是吧 可以回去吧 行 事也办完了 那我就先走了啊 再过半个月 就是苏晴瑶的生日 也不知道这个礼物 她会不会喜欢 要是妈妈知道 我已经签署了 离婚嫌疑 一定会特别伤心吧 苏小姐 你怎么不进去 何医生 你怎么在这 苏小姐 我是医生啊 我当然应该在这里了 你看我这都糊涂了 苏小姐 你没事吧 需要我叫 孤若晴过来吗 不用不用 我妈周一就要手术了 我怕她担心 苏小姐 你真有孝心啊 我要是有孝心就好了 你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我没什么事 谢谢你啊医生 明天送妈妈手术 苏小姐的信息 似乎非常好 苏妈妈的手术 非常成功 苏小姐可以放心了 过一会儿 苏妈妈就会清醒她 谢谢你 何医生 这应该是我在国内 最后一台手术 明天我就要去国外进修了 你这么快就要离开了 是的 我准备再进修一下 行 那祝你一路顺风 好 慢走啊 聊什么呢 秘密 苏小姐 你可千万别告诉她 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你在我这还有秘密 你什么时候从府城回来的 刚一下飞机就过来了 今天送妈妈做手术 我能不来吗 谢谢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有事你跟我说 我帮你处理 我真没事 严松明那边的事情 可能会办得慢一点 因为他们语人集团 在江州还是有些朋友的 严松明的事 让我自己处理吧 顾总 行吧 听你的 来 妈 小陈来了 什么妈 我来了 小陈啊 你和清清 好好在一起 你可不能欺负她 谁敢欺负她呀 妈 那个 她还有点事 她得先走了 我送送她 妈 你先休息啊 过两天来看你啊 说两句话 你妈妈怎么会认识我的呀 这其实是个误会 我妈想看的是我老公 她把你认成她了 你老公呢 等我妈身体好一点了 我会好好跟她结识的 是我自作多情了呗 顾尔春 不过也确实 我俩只是工作关系 我先走了 素总 行了 喝那么多干嘛呀 你说这离婚协议 你也已经签了 对吧 过两天 就是直接见面离婚了 你说男人何必要难为自己呢 对不对 这酒啊 她喝多了伤身啊 不是你前妻 是苏小姐 对吧 你看 我就知道一定是苏小姐 你说这苏小姐 她长得又漂亮 工作能力又强 要不是你喜欢她的话 我跟你说 我就用各种手段来追求她 说够了没 你是不是在她那碰壁了呀 要不要兄弟我教你几招 要喝就喝 不喝出去 好 我不说了 好吧 我一会儿啊 要赶个飞机出差几年 这酒呢 我这杯干了 想喝你接着药 喝完早点回去 安盛 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喂 有什么事吗 叔叔啊 你赶紧过来吧 顾尔晨在我这喝了五天酒 连家都没有回啊 什么 现在这个人是烂醉如你 你喝点来看看吧 行 我买张过去看看 清清 你怎么了 顾尔晨他喝多了 我过去看看他 小陈是个好孩子 你们两个 要相互照顾才是 妈 其实我跟他 等妈妈好些了 我们一起吃个饭 好不好 行 妈我答应你 那你去忙吧 那我先走了 小心 小姐 你看看吧 他怎么喝这么多啊 我出差了几天 刚回来 没想到他一直在这喝 就没走 因为什么呢 我不能直接告诉 苏清凉是因为他 要不然顾尔晨酒醒了 我就完了 还能因为什么 女人呗 原来是因为他老婆 哎 行了 什么热火的 你啊 行 这不一直念叨人家吗 都给你叫过来 不好意思 以后别喝这么多了 要不是安生给我打电话 我在医院照顾我妈 都不知道你喝了这么多 苏妈妈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没什么问题了 目前在恢复阶段 哎 苏小姐 你看 他一直待在这儿也不是个事 要不 你送他回去 啊 我这刚回来店里实在是太忙了 只能麻烦你了 行 我送他 哎 我这个做兄弟的 做得不错 顾若晨可是星河集团的总裁 怎么家里 哪个阿姨都没有啊 这个地方 都是我一个人住啊 大嫂卫生的阿姨 都是周末过来 我刚刚 把话说说来了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是我有问题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你别这么说 其实那天晚上 我也有错 那个 顾总 如果 你有时间的话 我可不可以请你 帮我一个忙 你说 就是 那个 我妈不是 把你错当成她了吗 那我能不能请你 假装 是我老公 你让我 帮你老公 我的意思是你愿意让我帮你啊 只有你能帮我 行 没问题 不过我有一个交换的条件 什么条件 下个月初 我要举办一场生日宴会 届时请你来参加的时候 你不要拒绝 那你不拒绝 代表同意了 就这么简单 当然 行 那到时候 不见不散 好 那我先走了 我让朱树送你啊 不用 这 这不是闹市区啊 女孩一个人开车 不太安全 要不我送你 不用了 嗯 明天我又有借口 可以去见你了 时间到了 我等了你一个小时 工作人员告诉我 离婚需要一个月的冷静期 哼 一个月后见 一个月后见 还支持习子如今啊 出了一些事情 一个月后 一定到 希望到时 会见到你 你放心 谁不去 谁是狗 行了 谁不去 谁是狗 说他 说他比我要温柔 我明白你的追求 终于 小陈来了 小陈 来 坐这 小陈是个好孩子 妈 前段时间工作太忙了 没能来看你 对不起啊 傻孩子 杀孩子 道什么欠呢 我知道你们忙 妈都明白 你们 只要好好的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放心好了 我会好好照顾清药的 不会让他受到一点伤害的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小陈啊 没想到 你都长这么大了 你小的时候啊 我还抱过你 什么 我跟你妈妈 那以前 可是最要好的朋友 只要你们两个 好好在一起 就是给我们 最好的回报 肯定的 你放心好了 希望妈妈不要怪我 你怎么不在家 多休息几天 我这不着急 工作结束了 所以过来看看 顺便 把这个换给你 原来在你这儿 我以为丢了呢 那天你是落在我家沙发上了 我觉得你 肯定需要它 我就给你送过来了 谢了 跟我客气什么呀 清清 清清 妈 怎么了 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妈没事 放心 小陈 你妈现在 是不是还在英国疗养啊 在啊 那正好 我也想去英国 疗养几个月 小陈 那你就帮我 多照顾清清 审得她 不好好工作 三天两头 往我这儿跑 哎呀妈 你就让我照顾你吧 我不嫌累 我还嫌你照顾得不好 正好 我去英国 好好休息休息 妈您放心 您去英国所有的开销 都有我来安排 您在那边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 顾若晨 行 那我就心安理得的 花我女婿的钱了 的一切都听妈的 行了 就这么丢了 那我们今天晚上 一家人 就在这里 吃顿饭 好 今天真的谢谢了 别客气 跟苏妈妈吃饭 我也很开心 那个 我妈去英国的时候 我安排好了 给我个机会 全当是我来贿赂 明华集团的总裁了 我可不接受贿赂啊 你 再待在这的话 我就不走了 你 路上注意安全 走了 行 慢点啊 晴晴 小陈回去了 嗯 妈看得出来 小陈很喜欢你 妈 都结婚了 妈还不能说两句啊 你这丫头 不过 妈把你交给她 放心 对了妈 你是怎么知道 顾若晨的妈妈在英国的 晴晴 妈不是说过 妈你等一下 我秘书来医院了 我马上回来 那你去忙 苏总 这些文件 需要您现在去签字 好 公司最近没事吧 公司倒是没什么事情 不过 星河集团有事情 星河集团 苏总 我看见顾总的秘书 周树了 周树 他怎么了 苏总 苏总 我打听到周树 他在订玫瑰 而且 他是普罗旺斯的玫瑰 空运过来的 他是不是准备跟他女朋友求婚了 他跟着顾总那么工作 怎么可能跟你朋友啊 你这是在夸他吗 对了 苏总 还有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顾总跟他的夫人 已经正式离婚了 再加上 周树帮忙订玫瑰 我猜十有八九 顾总 应该在追女人 嗯 苏总 你就不好奇 他在追谁吗 我为什么要好奇 我都已经结婚了 苏总 你的人生可真无聊 好像只有工作 我的人生可不只有工作 我还可以扣你的工资 苏总 你要是再在上班的时候八卦 扣你半个月工资 我错了吗 行了 文件拿回去吧 好的 孤儿晨离婚了 他怎么都没告诉我 难道说 他真的在追别人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孙青娘你清醒一点 就算为了顾妈妈 顾奶奶 也一定要把这一个月 好好演下去 而我只能停在原地 无法 苏总 原来上次说的那些玫瑰 都用到了这里 所以呢 苏总 该不会今天要宣布恋情了吧 能跟她在一起的女人 我非常幸福 到底是哪个女人 你把她迷成这个样子 你赶快把我准备的礼物送给她吧 苏总 你怎么不自己去 话这么多 赶紧去 是是是 我这就走 呦 这不是苏青娘吗 怎么 勾引我哥哥不成 又想勾引顾热尘了 像她这样的女人 一定是按耐不住寂寞 再说 何正哪有顾总有钱啊 说的也是 苏青娘 这也可是高档影 你凭什么进来 一定是求着金主爸爸 要来的情形 来调金归序吧 哼 顾热尘的前妻怎么也来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让顾热尘难看 顾热尘得多难过 你两个说完了吗 当然没有 像你这种人 根本不配出现在 顾热尘业会上 对 要不然她也不会 有一个两年都没见过的老公吧 你们两个还真是绝配啊 对了颜松明 你之前跟我妹在一起的时候 没少去苏家吧 你什么意思 你可能不知道 苏家的别墅里 有十几个摄像头 你说什么 我觉得 这个监控里的内容 应该挺精彩的 小心一点 那个红裙子的女孩 苏青瑶 你这个贱人 你跟我 苏 穿红裙子 谁穿红裙子 你跟我说清楚 苏家有摄像头 这么离谱的事情 颜松明和和秀都能相信 果然是天生一对 苏青瑶 你这么快就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苏青瑶 难怪你妹妹那么讨厌你 谢谢你啊 不过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还是赶紧去红你那个美丽的老婆 给我等着 苏总 礼物已经送到了 顾总正在房间里寄领带呢 还喷了香水 知道了 刚才 颜松明走过去了 他没对你做什么吧 他 他想对我动手脚 还没这个本事呢 是是是 我们苏总最厉害了 什么人走过来了 不知道 好像是个设计师 是锐秋晨 他来了 那我得去看看 走 我帮你拿包 周总 您的手包呢 我刚放这儿的呀 颜松明刚刚过来找我 我觉得可能是他把我手包拿走了 什么 那手包可是 算了 里面也没装什么东西 而且这不设计师来了吗 我再让他给我设计一款就行了 走了 好 干什么 你拉着我干什么 你拿着苏青瑶的破烂做什么 哎呦 这可不是破烂 这是今天晚上苏青瑶在宴会上 成为焦点的东西 你想干嘛 来 把耳环摘进来 我就相信你这一次 我觉得 这个苏青瑶很有问题 能有什么问题 他比我想象的要厉害 你该不会是认真的吧 他苏青瑶 能跟我们何时期貌比吗 苏家入役的入狱 出国的出国 苏家 都快破场了 那就好好的准备 好 你就看我的吧 今天主要是参加苏小姐的生日恋会 还有呢 就是听说最近国货品牌崛起 最近呢 也受了了 什么狗屁设计师 那么多人喜欢 找了一把群眼吧 在这装明星的呢 这装什么东西感 真是的 你看 那不孤人吗 那好像去找苏青瑶了 还真是啊 这蛋糕挺好吃的 尝尝 好吃吗 好吃的话 晚上多给你送一点 不用了 今天宴会 不知道怎么样 还满意吗 挺不错的 只是挺好的 那我还得努力一下 什么意思啊 接着你过生日 忘了 你怎么会知道是我生日 在府城的时候 你留下了资料 资料里显示你 今天过生日 所以 今天这个宴会 是特意为我准备的 特意 孤总 我也是比你早知道半个小时 吃开了 这个礼物 他不能收 这个礼物 他不能收 谁让你来的 看样子顾若晨 早就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自己的前妻 带着男朋友来挑戏 换作是谁都没办法接受吧 顾总别生气吧 难道你就不想 知道你旁边的这个苏小姐 她到底是什么人 顾总 我说几句话就行 你旁边的这个苏小姐 她其实是个小偷 我是小偷 严苏明 居然敢诬蔑我们苏总 你就等着接受我们 明华集团的律师函吧 明华集团 苏总 什么明华集团 我听都没听说过 请你们二位离开好吗 我说了我自己会离开 如果诸位不相信的话 请看这 诸位 这个包里面 有何小姐的 一对耳环 我好想记得 这手包是苏小姐带来的 很特别 所以有印象 难不成 这耳环真是苏小姐偷的 颜苏明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是想让顾热成看到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货子 颜苏明 本来我以为你有点脑子 没想到你方法这么蠢 何小姐这副耳环 只需要两万块 我会因为两万块 去偷东西吗 而且耳环 这么私密的东西 我是怎么从他耳朵上摘下来的 太蠢了 颜苏明怎么做事情不过脑子呢 看来 我得另找靠山了 你是在我们俩偷偷在一起的时候 你俩偷偷在一起 那我为什么不拍你俩的照片 要去偷一副这么糊涂的耳环 糊涂 你说 你都求成什么样 这个耳环价值已经超过了两万块 而且就在你包里 你还说迪赖不成 迪赖 我为什么要迪赖 就因为他这副破烂耳环 你说什么 你这一身到下全是破烂 拿着一个破烂包 说我呢 顾苏晨 你可要想清楚 这个女人可不是擅长 她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为了掉机会血儿 对不起 我想打断你一下 你是锐秋晨 国外最有名的世界是锐秋晨 听说锐秋晨的设计特时尚 甚至很多名人都在用你做的帮忙 既然锐秋晨在 那就请他帮我们评评一把 我想顾总 不会拒绝了 周树 赶紧走 别让我 他们要是现在走了 我偷东西的罪名可就坐实了 苏小姐 我能跟他们两个说几句话吗 当然可以 锐秋晨 你在国际上也是享有盛名 可谓是一字千金的 你的一句话 总意让苏欣尧这个贱人 身败名裂 我为什么要让苏小姐身败名裂 他可是我在国内最好的朋友 什么 这 你在开玩笑吗 你跟他是最好的朋友 你到底是不是锐秋晨 你是假的吧 你可以质疑我的模样 但是不能质疑你的缩品 这款包是我亲自为苏小姐设计的 全球只有两件 一件在苏小姐这里 另一件在欧洲皇室 就是这款包 足够买你一百副二还 什么 还不赶紧把你这垃圾收走 以免刮伤苏小姐的包 怎么可能 不可能 你骗人 周叔 这种小事还需要我教你 赶紧走 否则 你别怪我不客气 喂 走 干什么 你别给我挡着 我自己会走 我自己会走 我早就会你说过 不要和顾纵为敌 你偏不信 撒开 行 什么意思 严松明 你搞没搞清楚状况 现在要么你死 要么我们两个都得死 你就闭嘴吧 不是何兄弟 苏小姐 没想到这个包包 您一直待在身边 真的让我很感动 这个包是您两年前 送我的新婚礼物 我一直很珍惜 谢谢 你的老公对你很好 这我就放心了 他不是我 放心就好 陈思 我们先去宴会厅休息吧 给顾总和苏总 留一些个人空间 那我就不打扰了 陈思 静瑶 不打开看一下吗 如果我是你丈夫 不会让你受这种委屈 以后只要有我在 不会让你受到一定伤害 顾若晴是故意这么说的吗 他到底想做什么 你们星河集团跟明华集团 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你既是我的同事也是 仅此而已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今天这个生日宴会 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如果你想把你老公 敲过来的话 请自便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这也是在告诉我自己 不要忘记现在的身份 喜欢顾若晴吗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苏总 今天的生日 顾总给您准备了好久呢 有没有非常惊喜 陈思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是我的秘书 不是他的秘书 苏总 你怎么了 为什么 我就是想告诉你 不要什么事情都管 这里交给你跟朱叔 我先回去续写 苏总 难道你对顾总 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你真的不在意他 走 我们顾总已经警告过你们一次 你们两个怎么还敢这样 你能给我等着 我就是一个星河集团 有什么了解 要不是养着我父亲 能有你们顾家今天 你说什么 我说你就是顾若晨的一条狗 我 我去叫我爸 让你们老板顾若晨亲自给我道歉 你 我给你道什么歉 老板您来了 顾若晨 你怎么在这 你不应该在卢上宴会厅吗 顾若晨 你出来给我们道歉的 你有病吧 病道什么歉 我父亲和你父亲顾立亭 那是好朋友 你们公司的刘董和王宫 那更是我父亲的老熟人 可以这么说 没有我们颜家 就没有你们顾家的金铁 然后呢 只要你给我道歉 今儿这事就算完 倘若不然 你就等着在股东大会 被死地出门吧 还有 苏清尧那个贱人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周叔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是老板 我知道你会懂 不就是一个女人而已吗 咱们男人一旦有任性 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说的没错 顾若晨 苏清尧是有老公的 现在跑来勾引你 他肯定没有用心 你别被他聘了 说够了吧 你什么意思啊 要不是因为你哥 是我的好朋友 是苏妈妈的主持医生 看都不像看你们俩一样 你 来来来来 二位别挡路 来 来 顾总 什么态度 什么意思吗 这个顾若晨 跟放狗一样 你还说他呢 让你倒查个苏清尧都办不好 苏清月亲口跟我说 那还有假 谁知道女人 还有两副面裤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还不快想办法 要不然 等着我跟你分手吧 爸 我被人欺负了 我怎么生了 你什么蠢的儿子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爸 我 是顾若晨在欺负我 那是我做什么呀 爸 你怎么能惹弄顾家的小子呢 我 爸 那顾若晨 搏了我们严家的面子 还当着那么多的人面 让我难看 起来吧 你知道现在星河鸡土 如日如天 你现在不是打草惊蛇吗 爸 我觉得你应该给顾若晨打个电话 让他教训一下这个人 你闭嘴吧 你这是怎么了呀 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吗 什么意思 你现在把我所有的计划 都给打乱 如果顾若晨的老狐狸 联想到什么 那我收购星河集团的计划 不就全部前功尽弃了吗 你懂不懂啊 我没想 你 真是个蠢的过 你说你现在惹谁不行 非要惹护家的人 顾若晨 今日的耻辱 我一定要让他分一千倍 一万倍的偿还 行了 你受的罪 爸不会让你白受的 不过我这几天 也得割几块肉下去了 这几天 在家好好休息吧 好吧 对了 赶紧跟姓何的丫头分手啊 他整个都错了 不是爸 何时新贸 在江州 他也是有一定地位的 我现在跟何秀提分手 会不会影响太大了 你现在知道影响了 让你分赶紧分 那压到身上不干净 警察也盯黑酒了 我知道了吧 我立刻就跟他分手了 什么 你要跟我分手 严肃明 你开什么玩笑 要分手 也是我杀了你 这个烟索明抽什么福 不行 我得找棵大树保一保 眼再是指望不上 喂 顾叔叔 对 是我 我有件事 是关于顾热尘的 怎么了 晃晃晃晃的 苏总 不好了 发生什么了 锡河集团 出大事情了 到底怎么了 听说顾总的父亲回来了 现在正在招集董事会 让顾热尘 接下走他的位置 顾热尘的父亲 对 叫顾丽婷 您好 您播降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 苏总 现在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他了 整个江州都变天了 帮我联系安生 让他立马过来见我 是 终于联系我了 四小姐 顾热尘他到底怎么 还不是为了给你出口气 把雨润集团的严家 赶出了江州 雨润集团 严松明的父亲 严玉 是顾老爷子 五十年的跑 那他现在人在哪 以我对顾老爷子的了解 他应该 就在西州集团那里 去找他 等等等等 这顾热尘告诉我 千万不能告诉你这事 也不能让你去 可是你现在已经告诉我了 这个 我可没主动联系你啊 是你邀请我来这儿的 所以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谢谢你 安生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啊 顾老爷子脾气非常无关 你可千万不能惹路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行 我去找他 苏总 这是要去哪儿啊 何秀 谁让你进来的 把 我只是来传话的 顾老爷子要见你 顾老爷子要见我 顾热尘被关起来这事 也是你怂恿的吧 看来 你也不是那么愚蠢吧 没错 就是我做的 怎么 你想对付我 想对付何氏集团啊 只怕 你现在还没有这个本事呢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顾热尘知道这事 能放过你们何家吗 顾热尘之所以被顾老爷子关起来 那是因为苏青瑶 跟我可没关系 要不是你天佑加素的本事 顾热尘他爸不会这样对他的吧 我就是有这个本事 不服啊 这个女的真是 怎么 你还想动手啊 来往这儿打 来来来来 行了安生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可是苏小姐她 何秀 你带我去见顾老爷子 算是 何姐业头 你先坐 你就是苏青瑶 明华集团的总裁 是我 听说你结婚了 靠着你的老公 在江州转得是本满不满 苏苏 这和您今天叫我来 有什么关系吗 这是五千万支票 离开我的儿子 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靠着男人上尉 如今 放上了顾若晨这棵大树 你觉得你进得了 我们顾家的大门吗 叔叔 我想您是误会了 无没误会 我心里非常清楚 正是因为你 顾若晨才动了语润资本 顾若晨的父亲还真是霸道 我想说的已经说完了 现在说说你的想法吧 叔叔 我没有想到 顾若晨在您心里 只值五千万 你说什么 这五千万太少了 只够给个头七 我不接受分期付款 你真的要与我搬脸吗 我只是想见顾若晨一面 这很难吗 你见不到 我知道你们星河集团很厉害 但是我们明华集团也不差 你真的要与我们顾家为敌吗 我不是想与顾家为敌 我只是想告诉你 如果没有顾若晨 星河集团在我眼里什么也不是 你 顾叔叔 我就说吧 这个女人没有一点教养 我倒想看看 她有什么本事 顾叔叔 你可一定要好好教训这个女人 要不是因为她在中间挑拨力剑 也不至于把星河集团弄成这样 好孩子 若不是因为你告诉我 顾若晨因为一个女人 我还不知道被瞒多久 现在进度了董事会 不过 幸好还不算太晚 苏青娘 我一定会将你早出讲统 我说到做到 苏总 和星河集团的所有项目都停了 停了就停了吧 可是我们项目每天流动资金那么大 每天损耗都是超过百万的 我知道 我们的普兰币可以启动吗 苏总 您真的舍得吗 既然我们能做出第一个名华集团 就能做出第二个 好 我这就去做 对了 你男朋友是不是在星河集团做程序员 是啊苏总 你想怎么做 苏总 打听清楚了 顾总应该就在楼上 邀连二四方 每天都有人送一日三餐 听同事说了 周秘书也去 行 我知道了 苏总 这也算是为爱 身种龙胎虎穴 我说你跟思思还真挺配的 是 是吗 谢谢苏总夸奖 说真的 我是真挺喜欢思思的 我说的是你俩都八卦 苏总 这是我的工作证 然后你拿着这个卡 刷卡上楼就好了 你见完顾总之后再回来这里 我在这里等你啊 我再把卡带回去 行 我知道了 苏总慢走啊 怎么了 苏总 你拖起来 哦 我就是要让苏青瑶 这个贱人身败名裂 这不是何秀的声音吗 他居然在这 谁说不是呢 这个贱人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这样也好 我先利用顾丽婷 把他揣出江州再说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妈 顾若晨是逃不出 我的手掌心的 一个男人而已 就没有我搞不定的 这个顾丽婷 也真是蠢的可以 我随便几句话他就相信了 你放心 我想办法跟顾若晨见面 到时候找人偷拍一下 吵下绯闻 再到顾丽婷那里哭诉一下 绝对没问题的 明花集团都要破产了 现在还在直播开着记者会呢 苏青瑶都不敢出来 还是让他贴身秘书去见了记者 就他还想跟我斗 还嫩了点 哎呀我先不跟你说了嘛 我要忙了 走 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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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谁 谁在哪 怎么办 出来 去 出去 我去 好好好 我就在车里抽根烟 不犯法吧 你是谁 你怎么在这 我谁 你又是谁呀你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你要是再不告诉我你是谁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 别别别呀 别闹那么大呀 我就在车里偷偷出个烟而已 我是星河集团的程序员 星河集团呢 啊 那你的员工卡多大选限 我就是一普通程序员 能上十八楼吗 能肯定能啊 那你带我上去 啊 这 少啰嗦带我上去 哦 不知道学校能拖多久 我得尽快见到顾若晨 顾若晨 我是苏青瑶 开清雷 你怎么在这 走 不是你不是开记者会吗 怎么跑这来了 那个是陆伯 给你父亲看的 陆伯 丽儿 我带你出去 带我出去也没用啊 解决不了事情 况且我爸现在在起头 那你准备怎么做 哎 你们明华集团 投了多少钱 我找个办法帮你补回来 我不需要钱 苏小姐财大季粗 看不上这点小钱 佩服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 我什么都不做 我已经做空了明华全部的股票 怪不得我这两天 看你明华集团的股票 下跌得这么低了 我的公司不止明华一个 我很快会东山再起的 倒是你 你爸这边到底想干嘛 他就想给他的好兄弟言语出口气啊 我让雨伦离开江州 这件事情 我不后悔 顾尔辰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 跟你爸闹得这么僵 这是跟你没关系啊 是我们星河集团内部出现的问题 哦 对了 今天晚上我父亲会举办一场晚宴 届时会宣布些事情 到时候我也会参加 行 我会尽量去 怀尔辰 先走了 你放心 今天晚上一定会出来的 这回真是帮我蛋了 明语 哎呀 你跟我太见外了 哦 对了 告诉你一件事 最近有人偷偷地倒卖 我们景正的房品 其中好像有很多 我跟父亲的作品 这里面一定有我们明家的人 在做内应 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是谁 这就是你说的何秀 他能让顾叔叔喜欢他 还是有点手段的 这件事我只希望顾叔叔 能够看清全貌 没想到 你居然有本事出现在这里 你能来为什么我不能 你能跟我比吗 你拿什么跟我抢顾若晨 那我就祝福何小姐 先想事成了 谁远许你拿个破东西 进来参加议会的 你谁啊 我能原谅你的无知 但是你还是不要说话为好 你拿个破东西进来参加议会 你还有理了 你们两个 给我滚出去 破东西 你管这叫破东西 这是景正明家老爷子 亲手做的瓷器 景正家 嘿 明家老爷子早在十年前就不做瓷器了 怎么了 顾叔叔 发生什么事了 顾叔叔 顾叔叔 这东西肯定是假的 昨天我和我妈亲自去了趟景正 根本就买不到明家老爷子新手做的东西 只见到了明家大小姐名誉 在他那里买了发廊彩 所以顾叔叔 这肯定是假的 让他们两个女人滚出去 是不是假的不是由你来评判的 好呀 那我们听顾叔叔的 顾叔叔 你觉得呢 我对自己也是一知半解 不如 刘董事 王董事 你俩过来一起看看如何 我们对这个瓷器也不是很懂 但是何时期末 资金雄厚 不可能去买假货呀 明花集团都要破产了 他哪里还有这么多有钱的朋友 要我说 这肯定是假的 顾叔叔 把他们都赶出去 哦 这位小姐是 顾家老爷子 您好 我是苏星瑶的朋友 今日我能来 确实是一位苏小姐 这份礼物是我亲手挑衅 紧正上好的坟采碗 送礼送别人晚 怎么 你是希望星河集团 就此完蛋吗 何秀还真是善用小玻璃剑 是你希望星河集团 要完蛋了吧 我只希望 顾家老爷子 不要听信了某个女人的 胡言乱语 等到木已成舟的时候 后悔 可就晚了 你什么意思 不知道你送的礼物是什么呢 我倒是非常想看看 明家大小姐 明运所作的瓷器 是什么样子 好呀 那我就让你睁开 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还真是巧了 你们想找的明家内衣 今天就会 你们想说离枯些什么 怎么 看见真平常跑 既然你送顾叔叔的 也是景正的瓷器 那不如 我们就叫明家的人过来看一看 你能找来明家的人 开什么玩笑 我倒是要看看 明家到底谁会来 好呀 谁怕 真心不怕火炼 顾叔叔 你说呢 嗯 他马上就要到了 苏青鸥一定是个骗子 他现在绝对没有钱 去买明家的东西 去明家的人 我要让他在宴会上 彻底出场 顾叔叔 我倒是有个主意 不如我们找明家的人 来现场鉴定 到时候 在现场直播如何 现场直播 嗯 好啊 就按你说的办 顾叔叔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明家大小姐 明玉的徒弟 明起 好好好 快看看苏小姐这东西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的顾老板 你 你倒是快说呀 到时候就说知之玩假的 有句会砸了 啊 快去 好的 何小姐 哎呀 麻烦死了 赶紧去 顾老板 这东西 你当时快说呀 这碗是真的 不可能 这碗是我父亲亲手做的 而且 是十年前做的 最后一件瓷器 师傅 你归他干什么 你到底是谁 你都不知道我是谁 还敢说你的破烂 是从我手里买到的 什么 我是明家大小姐 明玉 你是明玉 这怎么可能 明起 我不仅是明家大小姐 我还是教了她制作瓷器的师傅 师傅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竟敢擅自倒卖我的房品 我们明家 没有你这种人 不可能 你们都是骗子 顾家老爷子 我从十二岁的时候开始 就没有再做过这样粗糙的东西 顾叔叔 我是被明起骗了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何秀 你还有良心吗 你居然说是我骗了你 明明你是主毛 你哭说什么 要不是因为你 今天我也不会落到这个田地 我早就告诉你要收手了 你给我闭嘴 顾叔叔叔 你一定要相信我 这都是这个女人找的演员 他们在害我 报警 给他们抓起来 何秀 你说什么 报警抓我 要不是因为你 我会走上仿造品的这条路 要不是你 今天我能被师傅当场抓住 在说什么 报警 报警 给我抓起来 何秀 你真狠 是你说富贵险中求 等你和顾日神结婚之后 就把我们仿造瓷器的事业做大做强 你在害我 顾叔叔 他在陷害我 快点报警 给他抓起来 抓起来 警察 警察 我这里还有你的视频 希望这回你不要再说事情 谁说不是呢 这个贱人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这样也好 我先利用顾若婷 把他揣出江州再说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妈 顾若晨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脏 一个男人而已 就没有我搞不定的 不过 这个顾若婷也真是蠢的可以 我随便几句话才就相信了 我想办法跟顾若晨见密 到时候 让人偷拍一下 调下绯闻 先到顾若婷那里哭诉一下 绝对没问题的 明花集团都要破产了 现在还在直播开这几日会呢 苏晨我都不敢出来 还是让他贴身秘书去见了几日 就他还想跟我斗 他嫩了点 别拨了 别拨了 何修 你该收手了 你们老何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丫头 太令我失望了 你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我跟我爸一直在配合你的表演 顾若晨 你怎么在这 今天何家的脸算是丢大了 你的父亲 包括何氏气贸 所有人都在直播间里看你表演 警察同志 请带走 这位小姐 我们怀疑你设计参与一桩贩卖制造瓷器的案件 请跟我们走一趟 不是 听我说 苏晴瑶是吧 叔叔您好 真是个好姑娘啊 不但让我们明华集团转位为安 还让何秀露出她的真面目 真是不简单了 明华集团 我确实有博弈的心态 但是何秀 她是自己露出了马脚 何秀这个丫头啊 野心还真是大 但是她的能力和她的智商支撑不起她的野心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 那我先走了 那当然 不可以啊 嗯 坐 请坐 诸位 星河集团这几日的风波 让星河集团的股票大跌 只有这样 我才能收购星河集团的股票 顾立廷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损害我们公司所有股东的利益 对 因为董事里面有害处 他们想一点点的将星河集团的产业转移到别人的名下 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啊 我的儿子并非蜀费 这点伎俩都被我们看在眼里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公司的股票什么时候涨上去 这才是重点 对 王董说的对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辞去星河集团一切职务 由我的儿子顾若晨来接替 顾立廷 这么重要的事情 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以前或许不可以 但是今天 我手里握着星河集团51%的股权 难道我说的话不够分量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和盐狱的事情 想一点点的掏空心思 简直是做梦 什么 苏静耀 叔叔 若晨在你身边就放心了 叔叔 您可能误会了 我跟他其实并不是那种关系 哦 不是吗 宋静耀啊 有时候人在迷雾中容易看不清自己 若晨这小子也该吃些苦咯 叔叔 我没听明白您的意思 你们两个好好相处 看来我真的是老了 一带更比一带强啊 恭喜啊 顾总 走吧 请你喝一杯 哇 来 干杯 来 哎 顾总 已经喝完一瓶了 别喝了 不好意思啊 今天太开心了 拉着你喝这么多 我也是 再过不久 我也要恢复单身了 你这样 我让周叔送你回去 啊 不用 我自己能走 哎 没事 怎么了 打不开了 没事 我打个电话给周叔 我看看这个门 开着开门 老板 嗯 你们先聊 我走了 顾总今天 挺帅啊 我是不是 打扰你们两个 回公司 给我把星河集团 和明华集团的合同 重新你一份 现在啊 不然明天啊 是老板 不然明天啊 快去 哎 这是 没得逞 被打断了 我就说嘛 周叔 你着急忙慌的干嘛 你这这这 这这 过来 来 这门锁 你弄坏的呀 别靠近 谁让我说你兄弟呢 谢谢你啊 不过作为一个情场老手啊 我再劝你两句 嗯 有些人吧 错过了可就是一辈子呀 你喜欢人家就得跟人家说呀 不然人家怎么知道呢 对不对 而且 我觉得这个苏小姐啊 可真是个好姑娘啊 铁术开花 不错 我现在去找他 哎 你别着急呀 零零半小时就到了 你陪我们哥俩再喝点 我们再给你出出主意 你再去 他怎么回来了 你这么大的事 他能不回来吗 先吃点 怎么会这样呢 哎呀 跌停了 星河计算的股票跌停了 我们所有的身家 都投进去了 别人走 监狱啊 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啊 你不是说 买了跌股就可以赚得盈满博满吗 你还说 能买到星河集团的股票呢 我怎么会知道 顾立廷他知道我所有的计划了呢 完了 全都完了 我的所有身家 也都在里边了 你们懂吗 你们听懂了吗 监总 他想想办法 哟 好巧啊 苏小姐 您是 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您的离婚协议 是我拟定的 啊 是你啊 没想到 苏小姐 喜欢这种 又矮又错的男人 哎 你说谁呢你 谁搭枪 我就说谁 你 林先生 给我朋友道歉 怎么 生气了 别呀 行 我道歉 这位先生 对不起了 你跟苏小姐 真是天作之合 祝你们 有节同心 来不道 学 别理他 苏小姐 我们还会见面呢 不论诚 你猜我遇到了谁 你猜我猜不猜 真无趣 他啥皮子你还不知道 你还让他猜 你赶紧说吧你 我遇到了你老婆 带着一个 拿来勾不住你的男人 你就对了 我带你去找他们去 你不用动手 你看我骂死他 谁说我要去找他们了 那 那你 我看你反胃 我还没吃饱呢 你这小子 真是哪壶不开梯那壶 哪个男人愿意 听自己被绿的事啊 越疼 才越好 到时候 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 就不会拖你开水 你别说 你这个脑回路啊 还真适合当律师 赶紧走吧 走吧 苏苏 你都不知道 那个零大律师啊 跟一个疯狗一样 居然说我 什么 居然敢这么说我的心甘宝贝 太过分了 我去找他去 是的 你们两个要结婚的人 在我面前这样秀恩爱 真的好吗 苏总 我们两个以后啊 你都会注意的 不过这次该夸还得夸 那天啊 多亏了许阳 在星河酒店拦住了何秀 才为您争取了 好多宝贝时间呢 确实 那天要不是因为许阳 我去星河集团 找顾尔臣的时候 搞不好就会碰上他 幸亏我机灵 我把何秀带上保安室 不仅让他吃了憋 还困了他半个小时 就是我的宝贝最厉害了 嗯 许阳 你小子到底是怎么追到 我们家思思的 行了 这顿饭我请 就当 祝你们两个幸福快乐 谢谢苏总 苏总万岁 喂妈 我和你妈 等明天回江中 你能来接我们吗 行啊 我来安排 行 那咱们明天上午十点 嗯 苏总 需要我加班吗 保证完成任务 好啊 那你从明天开始 就放假一个月 好好去玩吧 你们两个 公司的事不用管了 苏总 你们公司还缺程序员不 你别想 你以为我们集团 跟西河集团一样 那么多助从 苏总 你也不能这么想我呀 提醒你一下 后天准时民政局见 好久不见了 赶紧坐 吃水果 清清啊 今天真是谢谢你 接我们回来 阿姨 你别跟我说这些 我应该做的 是啊 你就让清清 多出出力 在英国的时候啊 都是小陈照顾我的 哎呀 说起小陈这个孩子 真是不懂事 吃水果 喝水 阿姨 我想做点炸酱面 但是不知道火候 要不 您帮我看看 我去看看 那我也去 艾玛 您回房间休息一会儿 来 你去房间休息 没事 手术做得很顺利 我现在好得差不多了 清清让你休息 你就好好地休息 行 我就听你们两个人的 来阿姨 清清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要跟我说呀 阿姨 对不起啊 傻丫头 是我们顾家 对不起你 他准备跟我离婚 明天 我得跟他去一趟民政局 小陈这个孩子 就是认死理 你们之间 可能是有什么误会 太深 他接受不了 但是阿姨知道 你是个好孩子 我一直都知道 阿姨 就算我跟他离婚 我还是会一直照顾您的 妈 清清 你要和小陈离婚 我 你别激动 千万别激动 这件事你也知道 小陈给我打过电话了 我知道 合着 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为什么呀 清清 你们为什么要离婚 我跟他是性格不合 小陈跟你性格不合 那他当初怎么答应我的 不行 我要去跟他打电话 我要去跟他打电话 妈 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选择 可是 小陈 说这件事情 改变不了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这样 妈 妈 我就算跟他离婚了 我也还是您女儿啊 我对您的孝心 是不会变的 我也劝过小陈了 只能说小陈 他没有这个福气 我怎么生出这么个傻儿子 你也不用太自责自己 感情这事啊 谁也说不准 算了算了 一切都顺其自然 那 我去买点任用品 顺便把晚饭买回来 林清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我走了 不行 不行 我得去找小陈 问个清楚 我去去就回 你怎么来了呀 不说一声 坐 我今天来不是听你说这些的 我问你 明天是不是离婚去 他都跟你说了 小陈 你太让我失望了 妈 你要是再聊他的话 咱俩就没得了了 我问你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跟清清离婚了 他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他妈妈的生活怎么办 这样 我给他两千万 然后加一套别墅行吗 你就不能再考虑考虑吗 这已是我能出的全部了 行 你小子 你别后悔 我后悔 怎么回事啊 我看见阿姨怒气冲冲就出去了 他帮那个女人要了我两千万 还加一套别墅 两千万 还另加一套别墅啊 不是那女的也太狠心了吧 穿着阿姨要这么多东西啊 我无所谓的 只要明天离婚能够正常进行就行 不要给我出岔子 可是我这心里吧 总觉得有点太踏实 我也是 要不这样 咱们去喝点压压惊吧 好不好 别想了 先喝酒去 走 阿姨 谢谢你 谢谢你 你要不要看看结婚证 没想到 我看到结婚证的时候 居然是我要离婚的时候 不用了 反正明天就要离婚了 这明正局前面那个人怎么这么眼熟 就是他 过了今天 他可就是咱们顾总的前妻了 什么 不是 过程 过程 干什么 你赶紧 睁开眼睛 看看这是谁 苏清友 阿姨 吃点葡萄 这是你俩的结婚证 我把它交给你 我跟你那个没良心的老公啊 要了两千万 外加一套别墅 你跟他离婚了呀 不能这么云淡风轻的就走了 得让他好好出点血 阿姨 你知道我其实不在乎这些的 阿姨知道你不在乎 所以才硬给你要过来 你这个孩子呀 哪都好 就是不知道照顾自己 阿姨 谢谢你 你要不要看看结婚证 没想到 我看到结婚证的时候 居然是我要离婚的时候 不用了 反正明天就要离婚了 这明正局前面那个人 怎么这么眼熟 就是他 过了今天 他可就是咱们顾总的前妻了 什么 不是 过程 过程 干什么 你赶紧睁开眼睛看看 这是谁 苏清尧 他怎么在这儿 我哪知道啊 拜托啊 顾老臣 你该不会 连自己老婆叫什么名字 都不知道吧 你的意思是 他老婆就是苏清尧 不然呢 大哥 你们俩结婚证 总该有吧 啊 我去 不会出名吧 真的是苏清尧啊 顾老臣你搞什么呢 你真不知道啊 咋有那么巧啊 我全是苏清尧的老红 原来一直都是我 顾老臣 你现在赶快下车 字已经签了 你现在下去 进入民政局 就可以 恢复单身了 开不开心 高不高兴 下车 这就对了嘛 顾总 请吧 我说的是你下车 啊 他就告诉他 想要跟我离婚 总 你快去啊 咋 国外一带时间长了 中国在听不明白 快去啊 好你个顾老臣 你真就不是个人 林律师 顾先生呢 不会又喝酒无事了吧 这一次啊 他还真就没喝酒 没喝 那他人呢 我也不知道 他犯了什么神经 总之啊 今天这婚啊 是离不了了 你自己联系他吧 我走了 我 林律师 林律师 喂 喂顾先生 你不是说 布莱是狗吗 你什么情况 是他 一定是他 这个顾先生 性子反复无常 到底怎么回事 我得好好问问顾妈妈 顾老臣 苏青瑶真是你老婆 你怎么办啊 你可都催他离婚好几次了 好 我闭嘴没问题 但你要想好你怎么办 他可生气了啊 下车行啊 你就下去跪他面前 痛哭流涕道个歉 没准还真能原谅 我说你下去 你要是带不回肃青瑶 你也别回来了啊 听听见 你怎么会在这 我 你支支吾吾的干嘛 看来他是真的不知道 我俩的关系 我路过 你去哪儿 我送你 行 刚好我有点事情要处理 行 上车 抱歉啊 我不是故意的 顾总 你是不是有心事 没有啊 我猜也是 毕竟你事业有成 而且还成功离婚了 我还没理 你没理 怎么 回心转意了 确实有点 那 他呢 他知道吗 我就想知道 他知不知道 我回心转意了 因为之前我做了很多措施 所以 现在不知道 怎么跟他开口 这句话 你还是去看守所 看守所 你老婆何秀在看守所 不是 谁跟你说 我老婆是何秀的 你老婆不是何秀 当然不是 那你老婆是谁 我老 现在要是告诉他 我就是他的老公 会不会吓到他了 我得找个好实际 怎么说出来 总之 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 我特别喜欢她 也特别珍惜她 那我祝福你 娥乐书恋 是一件这么酸楚的事 我竟然 在和顾仁成 永远无法在一起的时候 才感觉自己喜欢上她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你觉得你老公 是什么样的人啊 他 他应该是一个挺好的人吧 反正我跟他结婚之后 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他的妈妈和奶奶 都对我特别好 没了 没了 孙欣雅 这两年让你受委屈了 对不起 走啊 我到了 我带你上去认门了 以后 你还是我最好的合作伙伴 好 竟然连握手都不愿意 行 那 我走了 我回来了 请请 请请 小陈是不是真的去了 你们离婚了 离婚症吗 没离城 他今天没来 真的 这孩子终于开桥了 我得打电话夸夸的 请请 不说抢柳的瓜布铁 我也明白 但今天你们也没有离城 也许 就是老天爷的意思吧 妈 我不管他什么安排 反正从今天开始 我只会以工作为中心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想去想 清清 你到底怎么了 你可别吓骂呀 清清 清清 一会儿小陈过来 我把公寓的房门号啊 告诉他了 他说 有些话 要当面跟你说 他现在要来 在民政局的时候 他怎么不来 我也不知道 他是哪根筋搭错了 总之啊 他今天是 想亲自登门跟你道歉 待会儿他要来啊 我肯定狠狠地骂他 替你出气 其实 谁说我老公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顾若晨 他很幸福 谢谢 肯定是小陈来了 我去开门啊 清清 一会儿他过来了 你可要控制好 自己的脾气 好好跟他聊一聊 我知道了 妈 来了来了 小陈来了 你怎么会来这儿 你说的什么傻话呀 清清 他叫央干来这儿啊 他本来就是你老公嘛 妈 小陈 你不是说 有很多话要对清清说吗 你快说呀 妈 明星代苏阿姨 我给你小孩 你小孩 我说 我好 居然是他 一直都是他 那 他刚才在车里说的那些话 是对我说的 清清 很抱歉 没有跟你一个完美的婚礼 其次 我也没有做到一个 丈夫开绝的责任 甚至让你悲伤的骂名 这两年让你说回去了 真的对不起 原来 这两年一直都是你 其实刚才在车上的时候 我就想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但是 我怕在那种场合的话 你会接受不了 不过我转念一想 如果我再不跟你说明白 这件事情的话 我可能会永远失去你 所以 我不打算逃避 累到屋里走回 想了你 才能忘了 情路坚信 重新嫁给你 好啊 我可以重新嫁给你 不过 你要重新买一个戒指给我 难过的往事不需 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 要做快乐的自己 照顾自己 就算你 今天我们来讨论 星河集团和明华集团的合并事宜 以后呢 就辛苦两位秘书了 我要开始 休产假了 欢迎讨论 百分之杨